我来做一个 这倒是我做了二十几年的东西 通过英语分析 但是我想呢 我这个宏观经济分析 当然要有霸卵的速率 动态的说明 但是 我一般不做预测 因为预测 就是说将来会怎么样 实际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又不是我来定 是吧 你猜政府会怎么样 这是个很难的事 本来经济上有些事 就是不太确定 政府在怎么做 我们又是一个不太确定 两个不太确定在一块 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 很多预测都不灵 是吧 然后我也不比人家高明多少 所以 我倒是愿意提建议 因为建议是说你如果这么做 结果不行了 这个倒我倒比较能把握 是这样 所以我不简单 你问我简单预测 我包括红果 我都不太愿意 就算做了 就是说明年预测 明年中国经济增长 今年2010年 中国会经济增长9% 或者10% 我不做这预测 这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就像 我从来不预测股市 是吧 你问我股市怎么样 简单好 我没什么 我受不起 明天股价会怎么样 这个 那么 一般的做宏观分析 大家看社会上 有各种各样的宏观分析 那么这种宏观分析 大量的数据摆在那 我觉得呢 像我们会有资产来的很多人 当然有很多人 我相信也是比较专业的人 但是可能还有很大一批人 不是很专业的 所以过多的讲数据 讲这个非常细节的东西 可能我怕这个 有些提出的兴趣 而且他听了半天 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呢 我后面这么一个 复习 就是说我围绕这个核心来讲问题 当然 我这个复习是确实 我认为2009年中国的问题 特征在哪 2010年中国将会碰到的问题在哪 都我要的这个 这个复习来的 所以说这样呢 就是咱们说有一个杠 毛泽东讲的杠举木杠 是吧 做事 毛泽东呢 我们可以 他就抓住主要 毛泽东抓住一个杠 别执怒 是吧 抓到那 确实是包括做报告 是吧 还是给你们一个杠 给你们杠就这么简单说 过度以赖 货币政策下的仰安 我们大家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 其实根源在哪 根源在 中国最近这些年 甚至可以说有几乎20年 宏观经济政策 就是过度以赖货币政策 大量的弊病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房价 股价 一会儿就楼市暴涨 现在我说的 社会人渊中在道 就是 这个房价暴涨 都和这个 过度以赖货币政策 有直接的问题 而且不仅如此 美国这次次来危机 也非常清楚的证明 咱们就讲很技术细节 不讲这个左派一方爱想 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咱不讲这个 就讲很技术细节 也和什么有关系 就是最近二十几年来 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 都已经奥运 过度以赖货币政策 这个我拿打网票 不是我的话 给一个人说 因为什么 早在十几年前 我就记得 宏观经济学 我一天得大量讲 因为西方凯恩斯主义 宏观调节 宏观经济 历来就是 在凯恩斯年代 历来就有变了 主要一方 因为就是在西方国家 政府也可以通 也可以有两个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一个是货币政策 那么越右派 越认为货币政策重要 财政政策 不重要 财政政策 没有用 一般来说是这样 而最近十几年来 西方国家 在上方就是 把财政政策 弱化到几乎可有可无的程度 宏观调节 主要就是靠货币政策 都有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 也是现在 四代危机 发生原因之一 那么当然 但是我今天 这个问题 就是很细节的问题 所以不能讲大话 咱们具体从问题分析开始 第一道是提高协领的 总结 为什么说过度依赖货币政策 会造成两难 这个 我就念一下 这个 给大家 提高给大家看 也有个不好 你们看了 就不用讲 因为我这次写的倒是比较细 简单说 但是还是让大家看 咱们不要保障 保密 这个 我念一念 2009年的中国经济 运行一风两难处一下 2009年的运行 本身就是在一个两难处一下 两难处就什么呢 两难处境 这个两难处境 2010年会不会改变 我说了 如果我们不对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式 做更多改变 经济政策指导方式 就我刚刚讲这一条 过度以来 货币政策 这个 把财政政策 换到可有可无的程度 中国当然 比西方国家还强一点 财政政策 从这十年来还是用的 但是也还是过度以来 货币政策 我们看在党里讲 是这种运行 是吧 如果不对这个经济政策 指导方式做根本修改的话 那么可以讲 2010年中国经济 也会说的这种两难经济 你不改变 就是你什么时候不改变 什么时候就在这两难经济 而且这个两难经济 不是说 永远就在这个水平上 越来越两难 怎么个两难 简单概括 两难经济在于 由于政府在宏观经济调节上 过分依赖货币政策 导致呢 就是说两难什么 扩张也不行 紧缩也不行 两难就这个意思 你说扩张行 咱们就扩张 是吧 紧缩不行 扩张 扩张不行 能紧缩 现在是什么 扩张也不行 紧缩就不行 如果你仅仅就从货币政策 是吧 大容易的 什么呢 政府在宏观经济调节上 过分以待货币政策 导致你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货币上就是放送信贷 就是什么呢 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 我们现在大家操作的房价问题 只不过是泡沫的一个具体表现 当然是泡沫里头最厉害的一个问题 这个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 而且谁都知道 这个金融泡沫下 经济就有点弱 那么金融泡沫下往往是什么呢 是金融泡沫很厉害 但是经济还是没太起来 那么你为了刺激经济就要进一步放松 放松以后 当时泡沫的厉害 厉害到一定程度了 金融会过肉 这就是说你扩张不行 是吧 扩张的密集太大 像大家现在操作这个房价问题 窝居流行 流行到我实验的表情了 据说有跟上述人有接触的 那些写政策 给政府写文件的人接触的人说 政府对房地产也感到很大压力 确实你看国务院最近几年出政策 基本思想是什么 据说背后说 极左派在利用房价问题煽动老百姓 是吧 极左派写大大 心目里我们这国人就是极左派 我听了我说什么 我只能把中国的左派说不耐 为什么 是房价问题 是你煽动老百姓最好机会 但是恰恰是在房价问题上 煽动老百姓最厉害的很多人 并不是左派 我说的意思听明白没有 就是左派没有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来煽动老百姓 因为房价问题有名的 讲房价问题的地产三建客 对不对 像我们当年三建客 地产三建客 曹建海可以算一个左派 是吧 比较比较就是理论上什么也比较重 那牛刀 什么呢 石寒冰老些东西 咱们甚至还有些左派的 网友 说这个石寒冰很多观点很幼 对不对 就是他批判批判这个房价过长 这是肯定的 但是比方说美国好画 什么是吧 这在中国都不能画到左派 就是说 房价问题上 最煽动群众的其实多一半不是左派 那么左派没有把这个石地好好利用起来 其实这是控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资改的路线 最好的一个机会之一 左派没法好利用 但是人家上路是高度紧张 说他几左派在利用这个煽动老百姓 因为什么 很明显 他不是别人 就是你煽动也好 不煽动也好 人家老百姓的购买是毫无疑问的 对不对 这个我想就不用我继续做 这后一位已经到了临渊沸騰的地步 因为我一看我赖 讲到王子就是一片麻烦 你都不敢提王子 提到王子肯定是一片麻烦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 这是政府感到很大 压力 但是呢 你们大家如果看到 我最近在物有自相 物有自相也转债了 我自己的网页也全不想 那完全是用数据说话 任志强不天天说数据吗 那你就拿数据我就拿几个数据 就是数据 就是文章题目里很清楚 房价暴涨的人员在现在不大 一看数据太清楚了 我相信还要讲的 还管如果数据成物一样 就是 信贷不大 到此房价不大 要想让房价不够大 我的那种大种 我就叫板 谁敢接受我就抢占 我说你 我就这么说 谁要说房价和信贷没有关系 好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手占 今年明年 两年里头 每一年 咱们信贷的增长率不超过45%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 消费信贷 个人消费贷款 咱们专门有这个讳计 这个数据 有的地方 有的时候也公布 我当时就能念到这个数据 这两年里 每年这个 个人消费信贷 那个余额 增加不超过4000亿 它有的总量 每年都在增加 这个增加额不超过4000亿 我说谁敢接受这手占 这两条要做 房价一定不上了 不报业就不做 坚持两年 不是交进几个月 两年 对于什么 很简单 08年的数据 都把我们都很清楚 一年 那房价就停止上了 08年为什么房价停止上了 一年 就停止上了 两年 再坚持一年 再房价不报业再回 这种简单 而且现在的规模 比过去大了 你知道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基础规模 我就在那交往 所有人都敢说 你说和现在没关系 你就 既然没关系就干嘛 你就让这种不干 敢不敢 我现在就挑战 任何一个人 你叫什么 敢不敢 是吧 这是我说的 就是说 现在呢 但是为什么政府不做 当时政府是 房价要暴涨了 房价要暴跌了 银行可能要有坏账 增长率下来了 等等 这就是我们讲的 那 那是另一方面的难了 就是说 你要是不扩张信贷 你扩张信贷 泡泡起来了 而且就泡泡了 你让老子被泡泡上 不断这么起 最后肯定还是要过热的 过热就是中国膨胀 什么都出来的 但是如果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肯定是个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收紧信贷 那么金融泡沫破灭 甚至可能发生金融危机 确实可能是整个经济滑向衰退 滑向萧条 中国的衰退和萧条呢 是有 其实很简单提的数据 比方说 朱镕基总理末年 就是他当成的最后几年 以后几年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率 降到7% 是吧 CPI是往下掉的 房价也根本就不上涨 但是 实际上是也很连 这就叫 在中国这就算是可以 西方国家当然 美国你还7%增长 在美国绝对是高增长 但是 在中国就算了 应失业难度 这个我讲是这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处于这样一个两难 这个两难 09年 在这贯社长 那么这个贯社长就是 09年这么扩张性的信贷政策 导致的是金融泡沫 但是为什么不扩张 为什么他要扩张呢 周虎说就是吗 我不扩张 失业的那样 是吧 下面就是围绕这个 给大家讲一些数据 我讲到最后 就还是这几句话 就是我们说的 那么你这样一个 完全依靠货币政策的 这套东西做下去的话 10年咱们走不出 这两难 11年也走不出 而且我相信永远都不出 而且将来 此后越来越厉害 因为越来越两难 就是你走当司 那条道越来越窄 越来越两难 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 那么我下面是展开讲 具体讲讲些数据 下面讲的比较快点 有些就是照着我这念 因为我确实下着风空 尽可能收集了 能收集到数据 第一个 09年的情况 2009年 中国出于西方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下 这个我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 美国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 目前呢 西方人宣称 他们已经停止了 经济的下滑 就是GDP啊 严重下滑呢 停止了 以后如何呢 当然种种预测都有 有的认为美国就开始 从此开始逐渐复苏了 起码不会再进危机了 但有的人还是警告 再往下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现在咱们 今天不是这 这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不做这预测 很简单一句话 难以预测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比较公认的 就是西方的一次说法 是认为 即便美国现在开始复苏 就是从危机最低点 停止下滑了 开始复苏 一般来说 也不会是很容易的 强劲的 复苏 强劲复苏就是一个增长 因为美国过去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大多数的衰退 都是什么呢 衰退的最低点过去以后 很快就开始强劲复苏 一般一年以后强劲复苏 就第一个季度的增长 美国正常增长 就一年增长3% 但第一个季度 你上面同理 美国就要说什么 什么化成年龄 那是说远远超过3% 高增难 一下来就高增难 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 美国最近这几年 会出现高增长 大家都认为 即便复苏 也是一个很平缓的 就很艰难的那种增长事 这是比较多数人认为的 是这么个说法 我这里强调什么呢 强调是美国这个衰退 两个点 第一个呢 是一般的理论上的教训 理论上的教训 第二个呢 是美国的衰退对中国经济 09年10年的影响 这个理论教训呢 我想概括几个东西 第一个 这次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 使两点成为毫无争议 当然我这毫无争议 说来还是绝对的点 咱们中国还有几个 死顽固的新自由主义分子 他大概还是不接受的 不接受 他们会拿成一系列诡调 但是我想一般的人 恐怕就不诡调了 包括一些我们比较 认为比较幼的经济学 幼的经济学 实际也都接受这两点 只有少数几个 这几个我也不想点几个 世界上终于玩不开 毛泽东不讲过嘛 有抱着花朗年 脑袋见上帝的人 咱们左派也有这样 右派也有这样 那都是坚定的 一个要子的理论 这个你别跟他理论 这个两点 第一点 美国市代 现在可以认清 美国最近这十几年 甚至二十年 就是金融投机资论 它不是一般的资论 是金融投机资论 这个在这次危机爆发前 我在外国自相做的报告就讲过 美国什么 借钱花还能发财 简单靠什么 金融投机 金融投机资论主义 这种金融投机资论主义 使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成为不可避免 因为这次老实说 这次率费我都挡了多少年 知道他要来 就是哪天来不知道 现在终于来 所以我早就先这样去 不可避免 就是不可避免 这是第一个 美国市的金融投机资论主义 是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成为不可避免 第二个 必须依靠政府 大力扩张总需求 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 这个不是我们讲 大力扩张总需求 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 我们可以用这两句话 来概括最近这一年多 希望所有发大国家政府 做的事情 是不是 我就不想再具体说了 都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都讲这个 你不是让我们经济就完蛋了 就是崩溃啊 三十年代打就好 所以很简单 这个我们也不讲什么理论 必须依靠政府 大力扩张总需求 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 才能使西方式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免于长期的大萧条 就是萧条已经来了 衰退已经来了 其实这次打击已经够厉害了 在美国 已经创造了战斗基础 就是衰退 本身已经创造战斗基础 但是 如果不这么旧 就这么旧的情况下是这样 如果不这么旧的话 我确实相信 那危机就可以跟三十年代打交流 那现在就这么旧 已经一年多了 三十年代打交流 到罗斯福新政 也就四年 是吧 你要是不就 这么拖拖 一刻就四年过去 那可能就是不断 一会儿不是暴力 一会儿什么暴力 一会儿是 多数共产倒闭 如果不就 简单说 这么两点 就是说 我认为 不要再怀疑这个问题了 这次危机不爆发的时候 可能多数人 特别经济力家 不相信 但是现在 也要怀疑 谁怀疑 我就说 我还不问他你了 你就是一个抱着花 也拿来见上帝的人 没工夫 这个 但是我们还要强调量 两个不能幻想 我们左派的人里 就有人有幻想 幻想 不能幻想 两个不能幻想 我这是同时跟左右开口 左派的一些人 内有一个幻想 但是我说 你不能幻想 第一点 不能幻想 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会永远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雕条之中 当然作为左派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 现在资本主义经济 永远处于经济危机和大雕条之中 但是你这是幻想 不能幻想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些人就在问话 说现在美国经济有 情子 就 子跌了 是吧 甚至可能扶苏了 调调摸去了 这右派又牛起来了 资本主义又活过来了 是吧 你左派就是很失望 我说我别人失望 我失望不知道 我肯定不失望 因为很简单 我预料到 我就跟简单说 大概大约一年以前 我爱人 我们当然自己私下 有些事要议论 我爱人就问 你又说政府 政府要救救 能救过来 怎么现在美国来 没救到份儿 此劲救 能救过来 这不救过来吗 现在无非就是政府 就救过来了 我是讲美国的 就是政府就救过来 所以我从来没幻想 所以我现在要正式讲 不要幻想这个 不能幻想 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会永远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大条条子 但是第二是另一个 就右派的幻想 右派的幻想 也一样破灭 就是不能幻想 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和救助 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不会处于长期的大条条子 也就是说 实际情况应该是 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和救助 保护哪一天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就会处于长期大条条 你要是幻想说 没有政府干预 也不会有这长期大条条 这也是问题 那当然了 这两个怎么统一啊 统一很简单 政府 西方政府 必定要救助 所以他不会 听明白我说 没错 这两个是统一的 统一等他 西方政府到时候就救助 实践那天 他就是救助了 救助了 那当然 他就不会长期 危机的小条 我是讲严重的 不是讲小小条 长期不振 你让日本失去十年 早都有嘛 日本失去十年 二十年九十年代 低增涨 动不动饶 在危机电源上 但是人家不是 长期大条条 对不对 那和三十年代 大离失业那种 就是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不能幻想 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永远处于严重的经济优移大萧萧 但是另一方面也别幻想 没有政府大力救助干预 现在资本主义经济不会长期大萧萧 那么这两个不能幻想 它是有统一的 由于政府必定在危机发生时 对经济进行大力的干预和救务 才使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不自于限于长期的大萧萧 这就是事实 所以在细的论证我不说了 论证当然 其实我整天做的工作 今天上午我们 中华外国经济学术研究会 还专门开会 我们刚刚吃饭过来 我就一劲给大家鼓吹 包括我这很多论点 到最后好几个主力发言的人都在 这帮人倒是教授 博导什么之类的 院长什么的 也都经济学界都有点名气 怎么说呢 左派话都是学术精英了 这帮人无论如何是学术精英 但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赞上了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基本诺别 两难 你货币政策造成两难 北大经济 经济学院的苏建 中财大的院长 什么院的院长 黄少安 这都有点名气 都是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在那一连 都赞上 人家本来也有主力的题 自己讲也差不多 和我这差不多 那就是说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个 那么 这个是两个基本环境 那么现在我们下面我们讲具体的问题 就是说 那么这是一般的 咱们想从政策 路线 体制上讲 我讲的这么四条 那么咱们从具体来 对中国现在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讲 美国这次危机到底什么影响 这个是08年 你们看我08年初就写过一个东西 就是说主要影响应该是还是在对外贸易 通过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 来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 主要表现在这 我给大家下面就念一下数据 别的方面没有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大家担心中国的资产 这是另一个 资产上会受多大损失 但是中国资产的损失 无论如何到现在 基本上还没表现出来 因为什么中国资产主要外汇储备 你外汇储备 当然我念了美国国库件 咱们走开了咱们变论了 是不是会受损失 但不管怎样 现在还可以损失 损失很简单吧 美国还没赖账 没赖账 那么你原则上讲 美国政府欠的国贷 我们都还可以要 对不对 那么包括房地银 房地银 中国窝了它三千多亿美元的 原来公布过 三千多亿美元 它欠了我们债 但是现在美国政府 给房地银 房地银 全会贷购 就是房地银 房地银 如果有任何资金不够 政府给助 那还债 至少到现在为止 它还中国再去 对不对 因为美国政府 这个美国政府出来 刚好 将来出不出 但是其实确实 现在无后问题 不等于将来无后问题 其实将来出问题 就危险大 很简单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将来是不是一个 变成赖账的那种 无赖国家 美国都能够过去 老说这个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都赖账的无赖国家 是吧 就是你借了钱不还 一发生金融危机 就必有某个国家 借账不还 对不对 但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危险 在美国 就很简单 你看美国 美国欠了多少赛 是吧 这个不敢说 但至少到现在 还没有 是吧 那是我们 讨厌将来的问题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这样说 美国的经济的金融危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主要是通过影响 中国的进出口 影响中国的 对外贸易顺差 这里要讲一个 最基本的常识 就是说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的宏观形势来说 起决定作用的是贸易顺差 不是简单的 你出口多少 是出口减进口 这个顺差 因为这个宏观经济学 最基本的公式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 对一个国家产品需求 是四万块 购买的 消费 投资 政府的购买 加上进出口 进出口就是出口减进口 就是这个需求 当然进出口这块小了 国外对你需求就少 你一个国家总需求就少 进出口这块大了 那么你国外需求大 我们总需求就大 那么美国呢 这次次代危机 确实通过进出口 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 确实很大 一查数据 而且这个大 有点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然后简单上念的数据 2007年 中国进出口总额 很快的念一下 这个大家都可以查到 我就把关键的数据强调 一般的我就念 好容易写出来了 我也不能不念 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 两万一千七百三十八亿美元 两万多亿 顺差两千六百二十二亿美元 对中国的宏观经济 最重要是这个 顺差 顺差两千六百二十二亿美元 2008年进出口总额 两万五千六百一十六亿美元 比上一年总额 进口出口加一块 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 其中进口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一亿美元 出口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亿美元 顺差两千九百五十四亿 注意啊 两个顺差 08年的顺差 比07年的顺差 是多了三百多亿美元 顺差 顺差本身就是一个总需求 是吧 现在顺差还多 顺差多了当然你应该有一个增长 顺差本身就会造 顺差的增加 不是顺差 顺差的增加本身 就应该让你经济有一个增长 因为需求增长 是吧 但是只是三百多亿美元 这个重要 这个要强调什么 你要注意三百多亿 在世界上都是很大 很多国家 你有三百一顺差就是很大 我们我们根本不是三百亿顺差 是三千亿顺差 就是我今年的顺差比去年增加三百亿 这么就增了你三百亿 那很多你看很多国家 那么一百亿顺差就不够了 那都是个外贸形成很好的 这个就是说尽管在中国 在世界上来说 这三百亿都是一个很可断的数据 但是比头几年差 因为头几年呢 中国每一年外贸不仅有顺差 而且顺差不断增加 而且增加的数据要比三百亿大 在七百亿到一千亿之间 咱们从05年开始 这个我没仔细查数据 因为脑袋大概有一个印象 我们最早一年是差四百亿 05年大概一下上到一千亿 增加多少六百亿 然后就一千七百亿 然后就零七年的 两千六百亿 你想一年增加了 一年光增加 增加七百亿到一千亿 实际08年这个增速已经明显 增速明显掉 为什么 当然 08年下半年第三季度开始 外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上去 外国买力都没事 这个 那么2009年 因为2009年统计数据 我到现在还没拿到 很简单 还没到是怎么说 2009年的大概预计 是中国进出股总额量 2.2万亿美元 总额就比08年下降大约16% 当然这是个估计数 就是比08年大幅下降 但我们注意 08年之前 到07年为止 我们有四五年时间 每年外贸 总额增加 就是以百分之二 三十 我的印象 你们自己就查了 百分之三十 这次到08年 增加了很大 放半到十几 到09年 不仅不增加 下降百分之十几 明白这个趋势吗 过去是一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09年下降百分之十几 这是 这就是这个危机 对中国最大的一个 影响最大的一个表现 出口下降 这都是估计数 因为到现在 没拿到最终的 出口下降 大约是百分之十六 到百分之七 据此推算 我这都是自己推算 出口约为1.2万亿美元 贸易顺差 两千亿美元 你自己08年是2900亿 就是08年基本是三千亿 09年是两千亿 是吧 顺差减少一千亿 这个就是 我们看 08年之前 一连四年 顺差不断增加 而且增加的幅度很大 只有08年增加幅度比较小 但是09年不仅不增加 掉下一千亿 掉下一千亿 就是总需求减少了一千亿 比过去减少了一千亿 一千亿还是美元算 这个是影响 贸易顺 减少一千亿美元贸易顺差 那么大概不算 怎么算呢 我不说 大概你们自己 有点数字概念 你们都能算出来 就这个掉下来这一千亿 直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就是你算算09年我们GDP大概多少 下面我们都会给大家念这些数 这样呢 下面念啊 2005年到2007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 每年增加约600亿到一千亿美元 这个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直接就按这个数字算 直接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 每年是可能二到三个百分点 就是按当年的实际价值上的GDP 能算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率两到三个百分点 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 贸易顺差在2008年增加不大 才增加了三百多亿 2019年大幅度下降了 掉了三分之一了 3000亿变成2000亿了 是吧 掉了三分之一 使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提高增长率三个百分点 变成降低增长率两个百分点 一出一进 差了五个百分点 什么概念呢 比方07年 07年那个贸易顺差也是增加 大概一千亿 那么这是光顺差提高三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这三个百分点没了 而且还降了两个百分点 那么07年咱们增长率百分之多少 11.9 你把这五个点减掉 剩下多少 12 6 67 67 这数老挺对 你不信查 09年第一个记录 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6.7 百分之6.8 影响之后在这 那么直方看当然很简单 08年年底我到广东去 人请我去一下 人就告诉 就是东莞哪条路 这路原来过去天天的就能 那个大货车 就是什么 那个那个 集装箱呢 拉过的呢 成年后成九八叶不断 现在没了 冷冷清清 就这么年后 所以咱们都知道 广东能打击企业倒地 这种问题 这是主要影响 至少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发生显著活动 中国经济增长率 2006年11.1% 07年11.9% 08年第四季度 降低到和上年同期降低 就08年第四季度 和07年同期 第四季度降低 是增长6.8% 全年的经济增长率 因为08年开头增长率还很高 前两个季度很高 全年了 全年08年增长率 9.6% 9.6%已经比07年低了 两个多点 07年11.9% 以当年价格计 那么我这里一个数据 当年价格计 这个是统计局 马建堂 马建堂都是我们老同学 他还得有第一年级 读过了 同期局长马建堂 所以我不批评马建堂 马建堂做人还不错 老同学 他没得罪我 全年的经济增长率 那么马建堂那次专门讲了 就是这个数据 比往年的数据还实 因为是普查 普查出来 08年的数据 当年价格计 国际生产总值 三十一万四千零四十五亿元 这是普查修正的数据 那么 现在09年到底增长多少 因为现在才1月了 数据还没拿出来 我一直等着 到现在没拿出来 没拿出来 但是呢 我看到很多估计 这些估计应该说 跟最后的数据 不会差别太大 有估计2009年 经济增长率 降到8.3% 降到8.3% 就是我们看了 大概说 如果没错 就前两个没错 07年11.7 08年9.6 而且08年实际 后两个记录 非常厉害 如果让它延续下去 咱们09年 就不是8.7% 那09年可能就是6% 因为最后那两个记录 掉成厉害 6.8 但是09年仍然达到 百分之8.3 估计 为什么 中央刺激 经济的宏观政策 最近这几个记录 最近两个记录 是挺见效 所以我们就在 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呢 这样当然了 你简单看这个数据 可以多一个 很简单的结论 而且我估计 官方特别愿意 做这个结论 说这个经济增长率下降 就是西方金融 危机 冲击的结果 但实际上不是 这个你光看数据 是不行了 因为确实很难 除数据 辨识出这个 但是实际上 研究这个 银行啊 研究地方情况啊 研究动态 就这个月和 那个月动态 其实能看很清楚 社会并不是 首先从西方的冲击开始 是我们自己政策 当然这个政策 我是用过 这就这么说 做我这句话 中国 这个就跟什么友谊比呢 比方说 朱镕基末年 这末年有点太好了 把这个 就是因为 大家都明白有什么意思 我 朱镕基都招见过 我跟朱镕基 我到现在都不骂朱镕基 很显然呢 咱们有点私人教训 对不对 是吧 不得理 还是不得理 我说这个 末年是为了简化 大家就知道什么 就中金末年呢 咱们也曾经说 中国经济下场实验 那么厉害 是亚洲金融危机 其实主要 是我们自己 实行了宏观紧缩政策 主要是这个 其实都是 找一个万人托斯 可能几乎也会说 08年09年那块 就是西方金融危机 其实也不是 首先是由于我们自己 宏观经济紧缩政策 而且我认为 这紧缩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 你这个内度要涨 大家呢 在我有之前翻到 07年我激烈的攻击 突破口战战策 而且说实话 都此名道歉 攻击到国务院的方面 你们能看吗 我对这条东西 一直在盯着 所以庆祝 所以这句话 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 首先不是西方金融危机结果 而是开始于中国 自主实施 反通货膨胀 的通货景缩 为什么 这个给大家讲几个基本的 宏观上 你们如果想研究宏观经济的话 我给你打老票 这是我20年心血 就在这 就这么一道 第一个 这个现在西方研究都讲 潜在生产能力 潜在产量 美国人看这就是 我们的潜在产量 今年应该是多高 每年增长多少 美国大概数据 它的潜在产量 每年增长3% 美国自然失业率 这个潜在产量 是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上 自然失业率每年5.7% 这是一般的美国宏观的 他们的共识 就绝大多数都接受共识 那么我认为这个研究 中国经济潜在产量 每年增长大约多少 9.7% 就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平均增长率 就是潜在产量增长率 那么 但是问题就在这 这个潜在产量 基本就是我们的平均增长率 那当然既然平均 你有的时候增长率高 是吧 我们刚才讲了吗 07年11.9 那有的时候低 中农期末年 就是低到7% 8% 这就很显然 它就会造成什么 我实际的这一年的产量 和潜在产量不相合 也可能比它高 也可能比它低 所以才能弄出一个平均收入 那么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到了2007年为止 中国连续五年 保持了每年经济增长 大约为10% 甚至明显高于10% 我们刚刚念了两个数据 很清楚 06 07 不是高于10% 是高于11% 甚至经济12% 就在中国 任何年头 到了这个增长 专家都会说 过热 经济过热 甚至明显高于10% 那么到2007年 中国实际产出 已经超过其当年的潜在产量 大约2% 这是我最新的成果 不是我的成果 老实说 是我的 我在研究生院教课 中国社团研究生院教课 同时我指导那些学生 就用美国人那些方法去算 根据数据来说倒算 叫什么带通法 什么法 算算 算来算去 简单说 当然也加上我的经验 就是他们到最后说 美国那些估计的时候 到最后还是专家自己 脑袋上有些东西 来看看这个数据 就是数据是死的 但是作为一个判断的人 是活的 那么根据我这判断 我说这个数据最可疑 就是 07年中国实际产出 已经超过当年前的产量 大约2% 所以我们07年过度了 生产过度了 所以那一年 有非常高的通过膨胀 而且通过膨胀越来越高 一直到08年 大家都记得 08年上半年 物价上涨 还是很明显 这个 实际产出 高于潜在产出 2% 这个高于潜在产出 当然就叫 我们平常说经济过热 这个经济过热是由于什么呢 总需求过旺 总需求过旺 同时的一个现象 就是通过膨胀 物价从水平上升 那么通过膨胀表现什么 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就CPI 我们说的CPI 这个我们不解释了 假定前提是大家都懂 就是居民消费 当然这是居民感觉最清楚的 因为这是你们消费的那些东西 它物价平均向往多少 CPI 上年同期相比 2006年是增长了1.5% 就2006年比2005年 增长 那么2007年 增长4.8% 其实2007年问题 不是这4.8% 4.8%是一个平均 把12个月拿来平均 就是2017年平板 是前面比较低 那个我就都记得 前面是猪肉 涨价 别人还没涨价 比较低 后面 越到后面几个月越高 就是后面都大概都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了 都这么的样子 比上年同期 2008年更高 达百分之五点九 大家注意 这也是洪端的 动态上一个很著名的线 其实2008年 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冷却 但是冷却的时候 它还有最后几个劲 就是物价上涨 还有最后几个劲 包括是房价 就是说 其实你要调控房子 你再注意 不要说这边房子还在上涨 房价还在涨 你就以为说 房价上涨的趋势没顶住 那往往强弄自动 强弄自动 就像曹操 这个 在实力打败仗之前 有一段很强势 但那的强势 是最后的一强 强弄自动 中国两个不说吗 不能穿入宝宝 就是08年这个百分之五点九 是一个后劲 就像一个混乱性 它现在停不下来 实际08年中国经济 已经开始冷却 这个 另一个更明显的是 叫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和上年同期相比 2008年六月 上涨了百分之8.8 七月上涨百分之十 达到1996年以后 十年最高增弱 这个就是说 那一波经济过肉 就是说 我们到08年的时候 中国确实自己面临一个 严重的经济过热状态 所以呢 我在2007年 这个我自豪 到哪儿我都不回 就是说 2017年我就 甚至不愿意 我都敢攻击 我说你们就是 不管老百姓死亡 就追求一个GDP高增长 搞出这么高的坑口膨胀 搞出这么高的坑口膨胀 确实 从那以后 他就想刹车 他都刹不下来 到008年 都长到这个 那么 只是到了2009年 由于中国陷入了 可能不到8%的低增长 你们一想说 中国的潜力 是增长9%的 是吧 现在我们都掉到了 8%了 掉下来了 所以呢 总需求 原因什么 总需求没有了 总需求没有了 当然 增长也不增长了 物价也下来了 物价也稳定了 不仅稳定了 甚至物价开始下降 就是整个 大概来说 我们现在判断 2009年 中国差不多是 回到了潜在 你注意啊 2007年 我们是高于潜在 两个点 那么2008年呢 我们增长9个点 潜在也增长9个多点 那么2009年呢 我们增长8%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 回到潜力水平 这个东西 不是白痴术语 就是什么 既然回到潜力水平 刚刚回到潜力水平 就是中国 现在的实业 应该不严重 这个当然 我不是在缩小 实业的问题 其实大家应该感觉到 实业还是不严重 包括农民工 特别是农民工 这个层次的实业 并不严重 对不对 很多农民工 实在回去了 但是你现在 如果咱们 有大量农民工 实业的话 很简单 现在申这一道人 马上应该 人家都用过去 是吧 结果他还招不来人 是吧 我就看最近的报道 我招不来人 因为能用 你那点钱 我还不吸得去 就是明白了 这个话 我上浙江区 上什么 甚至本地 什么公司 都比你用 那当然 还是事业不严重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 为什么 我们经济 我们经济 还是基本处在 刚好 正好在潜在水 这么一种 整个经济实际产出 一定不比潜在产量大多少 通货膨胀的局面 消失了 出现了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 CPI和上年同期相比 一月份 今天 09年 一月份还是增长的 一月 CPI比 08年一月增长1% 但二月就变成负增长 负的1.6% 就是说 二月份 CPI就比08年的CPI下降了 就物价平均下降了1.6% 由此开始 联系九个月负增长 到十月 还是负的 百分之负的0.5% 到十一月 才回升到6.6% 所以呢 全年 CPI增长率是负的 就是全年平均 CPI的物件 CPI算的 消费物价可能是下降 负的时候消费物价是下降 平均来说是下降 当然这个数据准不准 也有人批评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就统计局的统计 你很难知道 人家多说万人叫出来 你靠两三个人搜集 我也可以搜集数据 我能搞出二十个人搜集数据 你能跟人好几万人 靠出来搜集数据 是吧 所以你怀疑归怀疑 中国统计局还有最神的一招 他怎么统计的怎么算的 原始数据不高 你怀疑也白怀疑 对不对 原始数据人不高 我就接过 所以我们只好用他这来算 但是大体来说还是比较合处 就是说 他说的CPI涨得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确实感到 至少物价上涨比较高 他说比较低的时候 确实物价上涨 就是比较低 至于这个绝对数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有怀疑 这个 全年平均的增长率可能是负的 PPI和上年同期相比 2009年1月下降3.3% 到5月就下降7.2% 就那出厂价 刚才啊 什么时候的降价降的厉害 那么讲这个问题 这个转折从哪开始 我就是刚刚强调 说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 但是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中国这 影响非常明显 是从2008年第三季度 这个我没看数 没差数 我有印象啊 第三季度 你看外发出大幅度下降 影响上来了 但实际上 中国经济的冷却 不是从2008年第三季度 这个当然 这是我们知道的消息 中间的转折 我认为从2007年底开始 认为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听到 好像物货相的人也知道 说我 这个好像2007年底 中央工作会开会 开会上 据说是吴光国务委员长讲 说中国经济有炮弄 炮弄很危险 要破灭啊 那么当然 决策层内部 这就是决策层内部 有非常强烈的声音 要紧重 当然也是因为 我们底下这些批评 我们已经批评半年多了 终于上面都接受了 2007年底 中国政府采取了 坚决消除金融泡泡 反通风膨胀的政策 这个政策最主要的 就是收紧银行信贷 银行业人都知道 开始收紧信贷 一系列的政策 紧缩信贷 紧接着资金紧缩 什么呢 我们看到啊 搞金融投机的人 他应该感谢我 你们自己看看 我告诉你 现在看啊 中国金融资产价格和谁 最同步最相关 就是信贷政策 你信贷一紧缩 你不信你去问银行 他从哪个月开始紧缩 你信贷一紧缩 至少顶多差几个月 他们的金融资产价格 就开始跌 中国股市是从来就跌的 207年10月 差多 是吧 股市暴跌 最后就跌到 从6000点 上市从6000点跌到1600 是吧 一年时间 股市是那时候暴跌的 地产业的寒冬 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曾经议论 你的地产业寒冬 是吧 07年底吧 现在他很清楚 只要你信贷一掐紧 这两个东西就下了 有用在哪 你们看现在 是吧 中央刚放风 说我要紧缩 股市也不动腾 也贪了 房市也贪了 是吧 简单说 不是质不质 是政府下不下学心志 要治 什么时候都能给你搞掉 但政府不想搞掉 搞掉 因为搞掉有搞掉的人 就简单说吧 股市搞掉了 股民就得拉 咱不说别人 是吧 你说的在那买股票 咱们信不慢 肯定慢点 政府还愿意找你这个妈吗 你不想政府 就总想找你这个妈 紧接着这个资金紧说 股市暴跌 城市住宅 售价上涨 也基本停止 这个 你想啊 到2008年10月份 统计数据 全国70个大宗城市 房屋销售价格同比 只上涨了1.6% 我没拿历史数据 因为历史数据 比方07年 就上涨了百分之七点几 八点几 你不管怎么说 是吧 非常大的差距 上涨百分之七点几 就上涨百分之1.6 1.6就快 基本要不上涨 这个就是那一年 很多想买房的人 非常高兴 地财业寒冬来了 房价计则大家等着要跌了 就这么说 简单说 中央这个紧缩政策 要再熬一年 我相信房价是要跌 就是他07年是一个高增长 07年是就这个数据 同一个口径的数据 07年增长了7.6 08年才1.6 是吧 是吧 你再紧缩一年 就按这个程度紧缩一年 房价就是跌了 我这个干大好票 但是夭折了 为什么要不折 基于危机 金融危机一来 确实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是两个问题 08年两个问题同时碰上 我们自己的紧缩 就导致了一块下降 然后突然间外面 那个金融危机过来 那么政府当然 确实政府到这时候 也是在改变政策 改成扩张 你不能掉得很厉害 对吧 掉得很厉害 那失业真就上来 你等到失业已经很严重了 那就是就不好发 确实早点采取做 是对的 问题我现在批评主要是什么 主要 竟是靠金融 靠细带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这个我们去讲这个 就是 这个紧缩政策 是有作用的 那以后的一年 大城市 房屋销售价格 基本上开始 基本金字上涨 那么这个紧缩政策 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 开头并不明显 因为你查些数据不明显 因为我们是看到 CPIPPI 它两个就是物价的账幅 在2008年上半年 甚至还很高 结果导致很多 老板一说 政府的紧缩 白紧缩你就记住 我们宏观一个有名的话 叫实质 时间有滞后 政策作用有实质 至少也得三个月 你不能说政府 现在紧缩 马上CPI就不上涨了 你开车 你开车就是 你击刹车的 按照往前冲一下 对不对 你不用说慢刹车 对不对 你就想着这个 是吧 这个2018年上半年 甚至还很高 典型表明什么呢 但是这也表明一个 因为我们的紧缩 主要是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当代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有个非常明显的之后 特别是如果你的紧缩 不是非常严厉的话 那么还有个 现在看中国的经验 这个滞后可能要滞后三个几度 国外有过演出 有些人认为是滞后三个几度 就我三个几度前紧缩 那个物价停止上上升 得到三个几度以后才能看 到底有多大作用 明显的滞后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个宏观过热 一个最重要的印象 中国我们知道宏观过热 最主要一个是投资 那么从数据上看 2007年 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是十三万七千二百三十九亿元 就很大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就是好像没怎么杀下来 不就是二十四点八 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十七亿二十二百九十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就是2008年增长速度 甚至比2007年还高 是吧 肯定大家说 你减做什么了 没减做 你2008年投资 比2007年还多呢 不是多 是增长率还高 增长的比2007年还快呢 这个就是说 紧缩都不失去 大家记得 而且政府本来也没想到 非常严厉 因为非常严厉 会引起很大的 就是花春 所以呢 它是有实质的 就是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速度似乎还有增加 但是我这里都是 技术性的算数据了 大家耐着心 实际上呢 2008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因为这个增长率 包括了工业品 就是包括了价格上的 就投资品价格上的 由于2008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增长极快 我们不说吧 有些有些月份 比上年同月增长了百分之十 你的百分之二十五里头 跑到百分之十 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五 这个意思 而2007年 物价上的可以不算 是吧 所以把这个物价因素算掉 由于2008年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很快 以实物计算 固定着在实际投资增长率 2008年应当已经低于2007年 这就是紧缩政策的做 连价格一块算增长比较高的 是一个之后 而且实际上按实物的数量算 它已经增长率降低了 而且最主要一个数据 这种投资增长率的下降 在下半年应当特别明显 这个明显表现在哪呢 在房地产投资里头 因为我找不到数据 我只好找到能找到的数据 房地产投资里头 可以看到 这个投资是真投资 不是你们买东西投资 是房地产业 它真正盖房子那种投资 中国2008年 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是35215亿元 比上年增长23% 全年2008年 比2001前增长23% 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 一个是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的投资完成额 这两个有一定的差别 投资完成额 到底差别在哪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不在这过界 就是说这是不同的数据 但是差很多 这是30580亿元 比上一年增长20.9% 就这个后个数据 全年比上年增长20.9% 但是这个投资完成额 2008年上半年 比上一年同期 比2007年同期 2007年上半年 两个上半年相比增长多少 33.3% 你注意啊 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增长是33.3% 但是全年比去年全年才增长了20% 那你说下半年 下半年比去年下半年增长能多少 挺难算的 咱们没有 就是做出一个精确算 缺乏一些数据 懂数学人 你自己能知道怎么算 但是就很简单 很简单推测 下半年的增长率很低 这个是肯定的 肯定低于20% 那就是说上半年增长30几 下半年就增长 肯定低于20% 所以我简单 就是低到17了 18了 低到这个 那就是说 2008年下半年 房地产业的投资完成的时候 都大 还在增长 但是增长率急剧下距 就中国啊 它总在增长 要是增长都不增长了 中国比方当中 总值经济零增长 那中国绝对大小小 中国最近这30年 不管多市场多费 从来也没出现过零增长 最低的一年也得增长3% 是吧 就是增长总是增长 但是增长率下降很厉害 这就行了 就是2008年下半年 房地产 这个 这个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下降很快 不是投资绝对下降 是增长率下降很低 从上半年百分之三十几 降到很简单估法大概十几啊 十几这么速 那么到十月份 PPI出品 出厂价格比上年上升幅度 就降到百分之六点六 就是宏观调控 真起到作用 真起到作用 这个呢 和什么印象 我记得韩特强 也是当顾有自相的老顾问 韩特强08年 好像什么时候跟我讲 我说移到这个地方 确实挺厉害的 很多工厂高炉熄火 高炉熄火 是吧 那个车队没有了 而且很多我一听 不是外向去门 就是不是出口 出口那是西方经济问题 但是呢 你像高炉熄火 包括通冈 咱们都是通冈 通冈事件就讲了 通冈08年度过了一个寒冬 为什么刚卖不去了 那当然是刚下暴低 是吧 亏损 刚才都卖不去了 这个房地产投资要下来 刚才能下来 因为你刚 简单说 房地产是用王大户 这个就是说 这个 我自己是接那个人 和外面没有关系 因为房地产投资 你很难说 外头的基金危机 怎么影响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的纵闻力度 这就是紧诉 公关紧诉 所以大概来说 其实是我们2008年的特点 是两个东西都碰到了 2007年底开始的中央的几座政策 到2008年下半年真发生错误 你想物价涨不涨 涨不涨 东西都卖不出去了 现在咱们的房子也是 是吧 量已经卖不出去了 但是它还在那涨价 那就最后破坏 过两天可能就崩溃了 你一直它卖不出去 它就要改 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2008年下半年 这是一个很动态的情况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很动态的情况 那么总的来说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 宏观经济紧缩政策 开始起作用 2007年过热的经济 已经降温的情况下 遭遇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 就是出口大幅度下降 2008年第三季度 美国金融危机震惊世界 那么西方金融危机 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的作用 这一个是宣传报道 美国金融危机 全世界都手忙脚弯了 第二个中国确实 就这个季度 中国出口也大幅度下降 两个事都弄在一块 当然你想决策成才 必须采取行动 出口下降作用 也清楚表现出来 中国政府呢 就紧跟西方 紧随西方国家政府 实行大规模救市 那时候大家都有印象 全世界都在操作就是 中国政府也决定就是 实质推行了一系列的 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那么下面就是 对宏观经济政策 扩张政策的一个 简单的评书 我不想多评 具体政策很多 但是我认为 真正起作用的是两条 中国旧市政策 实质性的扩张措施 并不很多 真正有重大作用的 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一个是所谓 四万亿元投资计划 这个有很大的争论 是吧 到现在大家天天操作 四万亿四万亿 到底四万亿怎么回事 我跟大家说 首先我就不明 不知道 不懂 我也不想查 因为什么 我记得 四万亿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批评的时候 国家发盖委就做过 就说这四万亿 也不是我一年的 是我准备几年的 其实摊到最近这一两年 也就一万多亿 你知道中国 08年咱们GDP 第三是一万亿 摊到我这一年 我国家发盖委的计划 也就一万多亿 四万亿是好几年 得继续在四万亿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太想知道 但是我大概想 这四万亿应该是财政这个口径 当然再配套一些信赖资金 配套一些信赖资金 就是大半是财政能力 第二个呢 这四万亿应该是实际投资计划 这应该没有错 就是说 拿着这四万亿 就真投资 是吧 修地铁啊 这个盖房子啊 甚至买机器啊 是真投资 不是金融投资 这一点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就是对四万亿问题 我和咱们左派的很多人 观点不一样 我是坚决支持四万亿 而且我认为 别说四万亿 八亿都不够 你一年搞八万亿才好呢 人家发盖委说 我好几年搞了四万亿 一年谈到也就一两万亿 这个其实呢 今天就是什么 包括我们的很多专家 大家现在有问题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有很多 这就是老百姓和专家 还是有差别 不是说我们以专家自居 看不起老百姓 还是有差别 有些人呢 大概是 包括很多左派的人 没搞清四万亿和信贷扩张 什么关系 四万亿当然 可能拉动一些信贷扩张 但是四万亿应该是 很大一块是财政的东西 这个东西 老百姓恨的是什么 你这个一扩张 把房价拉起来 其实四万亿本身 他应该是不拉房价 他反倒应该降低房价 你如果真正是政府财政抛出钱 财政抛出钱是不讲回报的 是不是 花了就白花了钱 盖了房子 然后 就是供给老百姓卖 那房价应该下降 正是房地产商也说 你供给太少嘛 政府盖了四万亿房子 卖出去 那房价应该下降了 可不应该上升了 房价上升问题在哪 在大量的资金 房子少 资金多 对不对 房价才上升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想你们都应该能解释 是吧 你政府这是财政倒了四万亿 咱们盖的房子 就是盖老百姓的住宅 然后就卖给你 那房价应该下降了 并且上升 所以你得搞清楚 四万亿不是房价上升 货是 货根根不在四万亿 四万亿顶多是个中性的 中性是吧 我坐地铁 我修地铁 北京修多是地铁 上海都修地铁 修铁路 有人叫铁工机 铁路公路基础设施 铁工机应该包括什么 包括电力 咱们现在这次 就一言东 武汉电力都不够 是不是 那是应该修的 而且这个东西它有用 你怎么讲 它也不能引致 房价上升呢 又是政府白淘的钱 这怎么会引起房价上升呢 根本 房价上升不是没关系 就是大家应该搞清楚 罪过不再吃万亿 在利用你的东西 我就是我下面强调本 就是说 真正政府起重大作用的 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除了所谓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外 就是狂热的增发货币和信贷 最伤口在这 狂热的增发货币和信贷 这个增发到什么程度 其实银行业的人取钱 是很清楚 等于下命令 叫你们贷款 扩大贷款 当时银行业 很多人就说 这个玩意简直就是 让我们在雪地里买死孩子 懂这个买雪地里买死孩子 什么意思 他有一天雪要化了 现在卖过两天 全化 全弄出来了 你现在叫我们干这个事 在雪地里买死孩子 是这个 狂热的增发货币和信贷 为什么说这个增发货币和信贷 就是4万亿人不能归税到4万亿上 很简单 它增发的货币和信贷 远远高于4万亿 就说你这一年里头 真就投资4万亿 也用不了这么多货币信贷 这都有数据的 你看啊 2008年9月 中国的M2 同比 就是比2007年 同比增长了15.29% 就是2008年房价费成不涨 你M2就增长了15.9% 我刚刚的15%就这么交道 你要一年只增长15% 坚持三年 房价不下降才怪 同比只增长15.29% 2009年11月末 中国的M2 就是比2008年11月末 当中间差了几个月 这没关系 同比增长了29.74% 增长率大了一倍 但是这是增长 就是过去是100 我现在是115 这叫增长率 那么2008年11月是100 2009年11月就是130 一年增长30% 对数据没有 我简单说啊 就是中国呢 最近这些年 M2的增长率 基本都是保持在16.7% 好像从90年代末以来 就中级几做以后 基本都在16.7% 15.6.16.7 那么 08年的15 只是低了一点 09年呢 一下子上了百分之二 这是创纪录 创纪录 我没再仔细翻历史记录 反正这么说吧 这样的信贷数据 在中国最近二十几年的历史上 一般都和高通胀连在一起 这就是北大那个周启仁 当然大家很多人说他是右派 周启仁的高调和中国共产危险来了 但是确实他有点白调 因为到现在为止 真正的通货纹还没出现 咱们一定搞清楚 经济学家数的通货纹 是不包括房价的 房价的 通货纹是讲TDP 就是你投资品 消费品 就是房价 真正房价的 2CPI这些东西 还没来 但是确实我们中国一般啊 就是数据要到这儿的话 那都是高通胀连在 这么个经济 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几乎高度一倍 那么这个董经营银行的时候 F2是银行的叫负债房 银行的资产帮就是贷款 那么当然了 负债增加资产也增加 两个几乎同步 同步这就我们看这个数据啊 就是说中国2009年11月末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是42.16万亿以外 42.16万亿 同比增长了34.74% 1到11月本外币各项贷款 这是这叫余额 余额就是说你全部贷款 还没完呢 加了一起总共多少 这在银行的资产贷债上涨了 那么这个数字每年都增加 每年增加多少 你想啊 1到11月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 10.12万亿元 同比多增5.86万亿 也就是说2008年 1到11月 各项贷款只增加了 每到5万亿 那么2009年1到11月 各项贷款比上年增加了 各项贷款总的增加 不是什么 各项贷款增加了多少 10万亿多 比上年多增了一倍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房价 房价是这样的原因 同比多增5.86万亿元 11月末 金融机构 人民币各项贷款 就是上来是本外币 就是包括外币贷款 那么光算人民币 人民币各项贷款 我这是为了全啊 就是没有多大意义啊 39.5.39.58万亿元 同比增长33.79% 人民币各项贷款 一个增加 增加量是9点多万亿 同比增加5万多亿 光2009年前四个月 中国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 一个增加近5万亿元 这五个月 就用掉过去一年 贷款增加了 那么在这一轮货币扩张中 中国一年增发了 正常年景下 两年增发的信贷 两年增发的货币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 简单概括 我可以找简单概括 政府别的政策 我不想想 就简单 就这么两样 我再次声明啊 这两个政策 原则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四万亿 当然里头 就是有交叉 里头有很多是贷款来的 但是应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财政 而且就说全是贷款来的 四万亿根本用不了 是不是 你们看 光2009年新增贷款 就增了九万亿 你四万亿用得了吗 像华盖委说的 这四万亿我还不是一年 我就是三四年 一年我才用一两万亿 九万亿 那那么咱们倒是简单问题了 我就这么简单说 如果这些新增的贷款 真都用到政府投资上 咱们不会有现在 我这个感想 不会有现在的区别 就是居民购买房子 房价这么购 为什么 就很简单 这些增贷的贷款 它没有留到真正的实体部门 真正去买东西 我们下面还有数据 简单算 真正买东西 效果比现在好多了 没买东西 干什么了 在金融市场上倒动 所以自从旧市以来 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上 算是做金融的 有两个好现象 第一个 中国股市出底回升 对不对吧 是吧 出底回升 暴涨了 也涨了差不多一倍了 有了吗 差不多一倍了 第二个 楼市 起死还阳 而且环道 现在人人痛快 最亏过手在哪 就这9万亿 不就很简单的问题吗 下面数字能够的你 中国这一年GP增长 也就三四万亿 你真正说 我增贷的贷款 每一分钱都拿去 买东西了 那就只需要4万亿 做 那5万亿办好了 5万亿保住你 你算是差不多 正好就把房价给股复起来 股票也股复起来 这就是简单说 我们对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效果的评价 我大概按照思路给大家讲 有积极作用 确实有积极作用 唯一只有这一个积极作用 防止了中国经济 下降到潜在产出之下 因为咱们要不救的话 可能是6%的增长 6%的增长 现在实业 肯定比现在厉害的多 那么我们经济 要比潜在产出低一点 低一个点到两个点 进入比较困难的阶段 现在政府扩张政策 防止了短期内 实业大量增加 但是消极方面很低 我今天就重点强调是消极方面 积极方面咱们不用讲 过去毛泽东时代讲 成绩不讲跑不了 错误不讲不得了 必须得讲 消极方面 首先是效果极为有限 你想第一个 30%的信贷增长是超长的 如果对数据关心的人 你去查查中国数据 达到30%的信贷和货币增长的年头 几乎都是中国的高通胀年头 所以高通胀的危险实际是存在的 现在当然还没出现高通胀 甚至通胀还没出现 但是呢 这么超长 整个经济增长率才是8% 还是相当低的 明显低于过去 通常9%以上的增长率 那么2008年1到11月 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增长 2009年 比2008年 这1到11月比 同比增长才17.8% 明显低于2008年 增长20.9% 增长率 结果是有限的 有限性造成一个最大的怪异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中国以当年价计算的GDP 2009年只不过增加了3万亿元 当然这是我的推算 就是2008年咱们是31万亿 那么2009年增长不到8% 而且物价基本是不动的 所以呢 也就个增长的 就按当年价算 也就增长了3万亿左右 是吧 是GDP增长了3万亿 再加上弥补出口顺差 顺差下降1000 1000亿美元 这个是要靠我们自己 国内需求增长来弥补 这个弥补我们知道 1000亿美元是多少 算成换上人民币 也就是7000亿 人民币 顶多有4万亿块钱 就够把经济拉动了 结果刚刚是花了9万亿 搞了9万亿的贷款 拉动了4万亿的GDP 就是经济学都讲 投入产出比 你这投入产出比 太不合适了 是吧 如果增加的 简单说 增加贷款都变成购买 实务的购买率 增加4万亿元的信贷余额 就足够了 就是我们往年每年都 08年增加了5万亿嘛 那就够了 但是中国在2009年增加的银行信贷余额有10万亿 9万亿 更严格说是9万亿 就人民币 这个多余的至少6万亿元贷款 干什么了 他也都干了 不可能 你不能设想借了钱的人 他不干事 他又存在那样 这一般不可能 肯定干事 干嘛 肯定是用于购买那些 我这是很罩嘴的话 就念一下 不勾成人民收入的实际物品 不是买实际的东西 所谓中间流通物 中间流通物呢 当然 导盆财也算 导盆财 就是导盆偷鸡刀 导盆盆财也算 导盆厕所也算 导盆大笨都算 但是咱们想想 现在他能导盆什么 拉着五万亿去导盆什么 就是金融呗 是吧 要活就是股要 要活就是房地 是吧 就是信贷扩张的另一个坏购买的 这些中间流通物 通常都是所谓的金融产品 信贷扩张使这些金融产品 价格上帐 造成了金融产品 我坚定不移的人 中国现在就是金融产品 这就成为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讲的重点和主题 主要依靠信贷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 更恶劣的货果 急剧增多的货币资金 更多的是流进了金融市场 政府本来理由 而且我也相信政府确实本心 是要让它拉成实体 实际的GDP 是吧 哪怕你生产刚才 实际的盖房 实际盖房地产 就实际盖口 不是卖的 是实际盖楼 实际盖楼 它就花钱了 你去买许 你买什么东西 是吧 拿了流到这去 这不想让它流 但实际上 一多半没流 肯定一多半没流 一多半流 它不会成长这么低 是吧 一多半没流进去 更多流到 造成金融资产价格上涨 金融泡泡 结果呢 我们大家看到 就是我给你们提供 一个最简单的数据 就是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一看 这个同步性太厉害了 政府一紧缩信贷 房价不上涨了 股票暴跌 你们看看 2017年底开始了 政府一放松信贷 不出三个月 股价暴凉 房价暴凉 太厉害了 其实我背后想 我相信那些基金的老统 都懂呗 你看他们早早都在 往后退出 很多策略是在退出 是吧 十万亿元新增资金资产下 中国的股票市场 结束一年的股价暴跌 上升指数从1600点 上升一倍左右 城市中的商品住宅售价 重新爆炸 下半的时候 我就简单念几个数据 当然这个数据 大家很多人不信 特别是大家认为 说儒价上涨的数据 你统计局的明显低估 但不管什么低估 即使低估 这个重新暴涨 是这个趋势是清楚 是吧 只不过是 具体数字是多少 2008年1到10月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 就是卖了多少钱 同比下涨18.2% 说地产业谈动 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2008年前十几个月 这个房地产 这帮人卖的那个房子的 那个回收的钱 比2007年前十几个月 少了18% 这是销售额 同比下涨18% 那么2008年10月 就我刚刚念的数据 同时来的就是房价涨不动了 10月全国70个大城市 房屋销售价格公里只上涨1.6% 而我现在查到数据 2009年1到11月 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 急剧增长了 91.5% 同比 比去年翻了一份 就卖房子 卖出来的钱 它当然要暴涨 这么好卖 任何企业都是 东西这么好卖 它肯定要涨价 是吧 你不能怪人家 这么好卖人家不涨价 你这事我站在人字墙里 你得替房子 闪上设想 这么好卖的东西 不涨价傻瓜 2009年11月 全国70个大城市 房屋销售价格 同比上涨 达5.7% 5.7% 当然 这个5.7% 还不高 肯定 我知道 我一看网上很多人骂 胡说八道 我们这儿挡住100个 你还5.7%呢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比 2008年是1.6% 这个差距太很明显了 是吧 而国家发改委的报告 表明 我看来是一个口径 12月份 这口径就变成 12月全国 70个大中城市房价 同比上涨7.8% 那就接近10%了 是吧 超过2007年 全年7.6% 就是至少 现在政府承认 发改委的权威承认 2009年 房价上涨的百分比 比2007年 就是按他们自己的数据 那你就设想 长到什么样子 普通商品住房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房价是包括很多营业房 就是那个公司的房 就是咱们这乌鲁自家房 也就是这种 租出来的营业房 不是库宅 普通商品住房 销售价格同比上涨是11% 这个可能就更接近老百姓的感受 商品住在上涨11% 2009年12月 全国七个大中城市 房价还底 还底就是 这个月比三个月就涨了 一个月就涨1.5% 1.5%当然不太大 但是一个月涨2.5% 全年累计可能在20% 就这么个数据 那么 所以说 所以我一看这个数据 太简 我 立刻鉴定信仰 就是这房价 很简单 就是信贷 你两个数据一对不太清楚了 所以我就骄傲 谁说房价不是信贷搞的 你敢不敢同意我这要求 咱们去 联名给中央政府 上席 你就是把信贷给我降到 一年增长15%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个人消贷 一年就是 只剩下4000 不能再多 敢不敢 给他量干两年三年 我看着房价 还给我张 谁敢跟我打这个 我就叫这号 我不管他叫什么枪 什么东西 咱叫这号 别的 我还不跟你讲什么理论 什么理论都不论 就这个 敢不敢 那么 还有一个数据 这11个月里 中国商品住宅销售额 没有查到直接数据 总共是整个 这个 这个商品房 是卖了三万五 三万五千亿 但是里头 有一块不是住宅 所以按照往年的百分比 估算 这我都做过估算 估算是商品住宅销售额 接近 但是不到三万亿 这11个月里 光是用来购买商品住房的 个人按揭贷款 就有709亿 就是四分之一的资金 来源于个人按揭贷款 而这个个人按揭贷款 有数据 就09年 这个数据比08年翻了一份 08年还不到那一半 你就看 这个数据低下去 房价就低下去 这个数据高起来 房价就高起来 就这么简单的说 就两个 一个是总的信贷增加多少 一个是个人按揭贷那边 所以我那天 说房价暴涨的增员 在信贷膨胀 我说 确实 这个立一链 酸的人太 酸的人什么做呢 当然咱们说 中央政府 想要靠 房价上涨 拉动房地产投资 中央政府 咱们说还是 从房地产投资 拉动房地产投资 拉动整个经济 地方政府 是要卖房子 不是不是 房地产商是要 让房价上涨 是吧 那么地方政府呢 是房价上涨以后 它地价就上涨 是吧 地方政府 想是low地价 呃 老百姓也有 这个你 这个不是我骂的 是吧 那你说你 你去借 按借贷款买房子 银行不带给你 你脑不脑 肯定你得脑 但是说实话 这个东西 要这么带下去 它房价就是上涨 大家都有钱来买 它怎么不上涨 是吧 那么这是 光是它就占了 住宅销售额 近四分之一的资金 四分之一资金 就直接就从 个人案件贷款来 而且这个统计数据 从哪来 房地产协会 直接他们 这钱世界就留在房地产上 四分之一 此外 我认为还有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是那个 我们现在辩论师提到 一个问题 我认为呢 据我听到的啊 就个人听到的一些案例 很多私营企业家 就是民营企业家 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 房地产上架上了 弄到国营企业上 国营企业当然有 国营企业的最高 我曾经在下面我都讲 以后政府就应该禁止 国营企业不去搞这些金融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买股票啊 衍生产品啊 房地产投机 一律进子 就一句话 当然了 有些国营企业 专门去干这个 为什么 稳定金融市场 这种企业 专程是有稳定金融市场 什么都可以稳定 那政府都应该有规定 除了他们以外 任何国营企业不准插手 咱们今天没时间可能 我反正都写好了 你们可以看 但是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 这私营企业的问题 同样大 甚至可能更大 为什么很简单 就是说呢 去年 08年年底 很多人说是 政府说是 为了保证私营企业发展 要保证中小企业贷款 而且很多地方 马上拿出数据 说我这中小企业贷款 扩张了多少多少 好像海南都一下 扩张了百分之几百 好几倍 整个存底量 不是 不是这个增量 是整个存量 那是什么扩张 这个 银行史上都造成 它这样 你们 我就问你们 你们相信 这种发下去的贷款 都是真去干实体了吗 实体就是说 买肠财啊 哪怕你是盖楼 房地产上 买肠财盖楼 是吗 我听到大量的案例 现在有大量的私营企业家 从办实业 变成了 倒腾房地产 我就记得新华社 一个记者打电话问我什么事 我一跟他聊天 他就说 是 我有一个朋友 过去做书的 做书是什么 我有自相就是做书的 说卖书 是吧 倒楼书 卖书 过去做书 做书是那办文化公司 是吧 买了书号 然后什么什么 就倒楼书 卖书 这不管怎么说 是做一个实业 我们这种人 那不少个人 说我一个朋友 做书的 现在干什么 我干了 干什么 倒楼房了 而且 总结的话 我估计这个话 不是他 就是大批的私营企业家 这样 说你有几十万 你在现场里倒楼房了 到二线城市倒楼房 那要有六七百万 就到北京 这种城市倒楼房 人家都已经 从做书 变成倒楼房了 而且 我有一条 我断定 就是你给私营企业 包括中小企业的 大量贷款 最后很可能就是 变成倒楼房的钱 很简单 我就记得吗 说有人出来澄清 说说 其实早就有人出来批评 说这个大量的贷款 流到黄金产业了 然后 我记得是有人出来澄清 好像权威部门谁出来澄清 说是 没流到黄金产 因为我们都是带给生产企业的 我现在最爱看的是底下那个 跟帖 跟帖有一个人说 这都他妈傻逼写的 是很简单 我是做企业的 是不是 我是 我借你的钱 留在生产里头 买 买 买钢材买什么东西 但是我原来的那个钱 就我原来企业经营的 那个周转的资金 我拿去买房子去 你说没流进 是没流进 留没流进 就这么简单吧 你又不给我带款 我当然我这个钱 还得在那买房子买 买什么 不是 我还得在做实业 是不是 你现在一给我钱了 是 你给我这个钱 你可能在那监控的 我在这做实业 原来的钱拿出 帮了房地产 不是一回事啊 这种实营企业 你赌得住吗 而且我听到 大量的意思 整个这个企业 加自己 所有的资金 都变成去 捣了房地产 他不做书了吗 我不是听到一个案例 只要你注意点 你碰些人 他将他的息人 大量的人这样 而且我们现在注意 咱们讲 作为实营这个部门里头 最厉害的 炒卖房地产的团体 你们知不知道 能不能有概念 谁呀 一个团体 温州吗 温州人 其实过去我对温州人很少批评 为什么 人家是做实业 就是温州人发财最初是做实业 确实 这个很多都各地部 各大新一部的 现在他就不干了 是吧 整个把自己拿成就去到处去炒卖房地产 而且说实话 他只要原来那个企业那个号还在 就是那个企业的注册还在 他就很正当的上去贷款 而且这个贷款再都会不够 就是我原来一个号房 我都知道很多私人企业就是 贷款嘛 你得有抵押 抵押就是我自己家的房子抵押 是吧 很简单 我下这个业务 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做 是吧 我自己家的房子做抵押 我 我说我贷的款根本不是做房地产 借了钱了 我企业经营 你银行能去跟着我看我这钱 是不是真正的经营啊 实际 我现在钱多了 再买一套房子 再拿这套房子 再去做抵押 再贷款 就什么企业需要 我就听说有人 你都已经五六号 干什么 专业造成房子 专业造成房子 哪个是什么 企业进行需要资金 而且银行也放心贷给的 不是 银行你有房子底下 我怕什么呢 对不对 咱就贷吧 办成他就贷了 你如果对一个企业 你有注册 你还 你还能强迫银行去翻个账本 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 而且那账本都可以造假的 对不对 咱们都知道中国这事 是不是 银行也不可能去翻的 有房子底下贷吧 你又是个企业 所以 简单这么推测 大量的资金通过这个渠道 牛逼购买房地产 这就是说 许多人借口经营私营企业 需要利用银行 扩大对企业的贷款 以刺激经济的实际 关键是他们碰着好时候 上面逼着银行往下贷款 我都听到很多热闹 越轻越弄了 简直是上面逼着贷款 贷款当然了 这有来的说 我的私营企业没资金了 你看上面还有政策 扶植中小企业 敢不贷 不敢不贷 借入巨温银行贷款 以购买商品住宅努力 当然了 要有人来跟我叫号 我投降 叫号说 你有证据吗 我没证据 我都听说 到底不如 是吧 我没证据 但是我相信 这东西是真的 你们相不相信 我相信 有理由相信 这样由于购买商品住宅的贷款资金 不会小于个人按揭贷款 这当然是我个人随便不过 不会小于个人按揭贷款 这种人借钱也容易 花起钱也大手笔 他总不会比那些 借个按揭贷款的那些穷鬼 钱少 不会少于的 就是我这讲这个话 这后一种人 可能没有直接用银行贷款买房 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 将很容易介入的银行贷款 用于企业周转 而把原来用于企业经营的资金 替换下来买房 当然他只要认为买房子能赚钱 因为现在这方人 全是铁定的纪念 他们都相信银子强的 中国的房价永远涨 刘院长你买 你贷款买房就是合适的 对吧 没有还不上的问题 我不就是把房子向上卖了 在还贷款了 就这么大事 是吧 你现在利息率多高 是吧 只要一年房价上涨2% 咱们上涨7% 是吧 绝对比赚贷 这样2009年的商品 住宅销售额 这是我简单 我自己不 至少有一半 靠个银行贷款支持 没有银行贷款 还有一半资金没来 贷款资金造成的需求 同时引起房价上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做的具体分析 到这儿结束 下面咱们就讲原则的 这就是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调节宏观经济 2009年给我们造成了一个两难处境 就是说 因为我们把这个 次级总需求 主要次级总需求的手段 主要放在货币上 放在货币就是增加银行贷款 是吧 结果呢就是这个 两难 你要是不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和贷款 总需求明显小于潜在产量 确实 你要单从处大总需求 我贷款增加30% 我们的经济才刚刚维持在 8% 才维持在潜在 你要再小一点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啊 总需求明显小于潜在产量 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和贷款 就造成更为严重的房地产金融泡沫 那么 下面的话 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 200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我可以概括说 几乎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 那是多少年了 差不多30年了 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 我再强调呗 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 泡沫经济时代几乎一样 怎么样呢 总需求不足 就日本经济呢 20世纪70年代高增长 80年代呢 增长率掉到4%到5% 在西方国家算比较高 但在日本是低增长 因为日本60年代 就是80年代之前 再往前十几年 日本是年增长10%啊 后面现在差不多 你想中国也掉到45%了 是吧 低增长 低增长 总需求不足 而现在确实 通胀率很低 日本当时啊 80年代 泡沫经济时代 通胀率很低 就像我们现在的 CGI一年是2% 百分之几 那在当时是很低的 通胀率 总需求不足 那么日本政府就放心大胆 因为它也没通胀啊 就是扩大货币攻击 这个扩张政策啊 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造成了惊人的金融炮货 岁数大的人 大家都能记着 80年代说 日本东京一块地 就那个地价 就相当于美国全国土地价格 都怎么样 那都是泡沫啊 后来当然二十几 九十年代 日本炮沫 严重炮 大概说啊 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最后的数据 后来日本九十年代 墨系稳定下来 最后的数据能什么 就是泡沫时 地价比泡沫时期 大概跌到了三分之一 就是地价比泡沫时期 最高点降了三分之一 很多中心区的房价 降了一半左右 这个一般的国家 房地产泡沫后面之后 都是这个改革 就是说 房价地价啊 按照了一半啊 或者三分之一来下降 下降这么多 简单说 谁认为房价只会涨 不会落 那是混球 恰恰是不懂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课点 就在任何东西的价格 都可能涨也可能落 没有任何东西 价格只能涨不合 不可能 你要跟我讲道理 当然咱们得慢慢讲 我答应你学家那套推理 得慢慢给你推 不可能 任何相信这个的人 最后就会到内 相信什么 你像日本有一 左派资本家 红色资本家 就是T型二 那个人是 据说是日本 属于首富一类的 就是说 大概相当于 咱们说李嘉诚这样的人 这T型二为什么说左派呢 他是日共的 他支持日共 我导师 朱绍文 我和凡刚是一个导师 朱绍文 他曾经给朱绍文好几万美元 那是九十年代 好几万美元干什么 人家是干好事 加强中日经济学界交流 就是由朱绍文老师 掌管这笔钱 从此以后 我们中国社会员经纪所 和日本东京大学 因为T型二 跟东大来的人关系很好 可是东京大学 做的学术交流 就拿这笔钱 就等于先给寄金 是吧 就花这笔钱 当然我们经纪所 邀请了日本的学者 东大学者来访问 用这钱 当时这钱并不多 但是当时 九十年代出 那几万美元 是很像样的一笔钱 就是这人 朱老师最后 头几年告诉我们 他就是泡沫的时候 买了东京一块地 最后这块地 价格暴跌 暴跌到最后 朱老师说 他把他在 西武电器的 那个语问 都拿了去 我一听就明白了 就是这块地啊 朱老师说得很清楚 我听得很清楚 这块地一定是 他贷款买 贷款买的 有抵押 拿他本人的股票 本人持有的 西武电器股票 能不能做抵押 那么最后 这个钱放不上 因为地价暴跌了 跌到最后 那么他只好是 把自己的股票 都赔进去 退出商界 当然退出商界 这种人他不会穷的 是吧 他剩下一点钱 他也比你过得出 资认 是吧 但是就不能 就再没有资本 来做大准备 我相信日本那次 泡沫破灭 绝对不是这一个 大资本的倒霉 倒霉的故事有多少 就一句话 很简单 相信了什么 房价市会长 不会 地价市会长 不会 谁老相信 这个 有倒霉一天 我就这么简单 道理 咱不讲什么道理 就是我们现在形势 和日本惊人的相似 就是通胀不高 但是泡沫很厉害 原因在哪 增加货币供给 那么这里头 我要解释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说 日本那次的泡沫经济 是由于美国逼迫日元升值 造成的 确实那次泡沫和日元升值有很大关系 但是实际上要严格的说 不是泡沫不是由于日元升值 是由于日元不升值 为什么呢 美容很简单 就是我看到一个材料 当时在日本中央银行搞操作的那种司长级的人 就比方我们 就像我们相当于人民银行的司长级的人 最近访问中国做的报告写的东西 说的 明确说的 他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确实是美国广场协议 大家都知道美国广场协议逼日元升值 是不是 日本当时 我们这个美国 日本战步一直是像美国一条坑壁串 美国逼着你升值也不好不升啊 但是日本心里极其不愿意升值 日本的官方都是不愿意升值 为什么 问题又跟我们中国现在一样 我们中国就跟日本学嘛 出口导向啊 是吧 你一升值还想出口啊 出口拉动经济啊 是吧 谁都明白这事 他不想升值 不想升值 但是又不能不升值 虽然实际采取 官僚几乎都会干 表面上升一点 但是实际上做一些小动作 想少升 少升 怎么少升呢 就是低利率 因为咱们都知道 低利率嘛 这个货币的升值的压力就低 是吧 维持一个低利率 就日本中央银行利率低 利率低你势必扩大信贷 是吧 所以实际上 他们不想升值 所以还刻意压低利率 在搞小动作 压低利率呢 就是扩大信贷 他不得不扩大信贷 那么整个社会上资金灌烂 而且日本人他涨了 感觉他自己涨了 只要没有股份膨胀是吧 货币多点没有事 他们就想 因为股价 就是CPI这东西上涨 但是没想到后 这多余的钱就流到后 股市上 房地产市上 结果造成一个惊人大豪 你说中国现在会在想 你们现在想 几乎一模 所以实际在下 在告诉你 我们中国 面临着日本是 投稿经济 这个我说 上午我们某些精英 不是全体 某些精英大臣共识 你像这个皇上 自找有四个人吧 大家互相讨论 他的补充 就是这么一个共识 那么 皇上万先警告 他当时他先警告 说这太像日本大了 和这几乎一样 我说这一点都不踏 而且原因都在这 过度扩张信贷 实体部门没有需求 你拼命扩张信贷 结果钱都流到后 放你散 鼓动那儿去 一本一样 这个 那么 这就是我对2009年的整个评价 别的细节我就不想说了 那么展望2010年 中国宏观军的形势 交代几条 第一条 大家都很多人问 是通货膨胀 就是CPI这东西会不会上场 根据我的测算 这么说 就是我刚刚说了 中国现在呢 现在 可以说甚至就此刻 我们大概 大概我们的实际产量 正好就处在潜在水平 就是生产能力水平上 正好合适 那么呢 我们知道 一年中国的潜在产量 正常情况 一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几 这个还可以相信 还能保持九点几 也就是说 这就说 2009年 中国实际产出 并没有严重的低于潜在产量 基本上相当于中国潜在产量 在这样基础上 大力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 绝不是不可能引发 我这话挺绕口的 就是为了严密 别叫人抓住 我没有说一定通货膨胀 我也没说一定不同货膨胀 是可能 特别是如果你扩张过了劲的话 是可能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不讲信贷 因为信贷这个东西没法说清 就一条 你记住增长率 任何宏观经济政策 如果中国 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 明显高于百分之九 中国就可能开始落入 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而且这一轮的通货膨胀 简单说 是因为2007年 已经超过一次 咱们这 那个 没彻底 简单说 那次反复已经没敢彻底 这个事比较接近于中国1986年的时期 86年是这样 中国85年 中国出现了一次大的信贷膨胀 那是由于银行改革造成的 信贷膨胀之后85年增长率过高 增长率也很高 岁数大的人应该能记 然后86年中央紧急紧缩 甚至下电把电报 向地方拍电报 当时还不像现在 有没有手机 有没有什么 拍电报下令停止 就是卡路信贷 不许信贷过来 结果86年中国的增长率 掉了一块 掉了八点几 很像现在 掉了八点几 然后一看增长率掉下来 它不行了 还得扩张 这个呢 就是87年88年 又搞了两年扩张 增长率上了百分之十几 但是同时 通胀的危险急剧增长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 现在很多讨论政策人都说 88年咱们有一次非常疯狂的通过膨胀 是吧 大家都认为 那个是由于邓小平讲要闯关 其实在我看 它现在有基础 就是有货币基础 这个基础是87年88年 两年扩张造成 在加坡的小平一说闯关 中央的报纸又登到闯关 给了老百姓一个信号 就是大家直接就相信就要通胀了 那真就 就是不是简单的说 一个闯关就能搞得 搞得那么大的通胀 实际上是8788两年 过度扩张 造成 为什么呢 那时候就发生中国经济一场有名的大论战 那场论战里头 改革派的人分裂了 改革派呢 就是这个北大的宋国卿 张温阳 周期仁 他们这一批人 主要是宋国卿 是认为经济不热 还有一些人比方花生 他们这些人 这是一派 另一派呢 是以吴敬连为首 吴敬连 楼纪委 这个 李建格 那次争论里头 他们都是 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啊 都硕着生 博着生 来的 我是基本支持 吴敬连的关系 我跟吴敬连的关系 着上那时候 就是他们博人 后来事实证明上 中央纠太堂的 导致了 88年 89年 严重的 那么 这个角度看 中国又有点像那次 就是86年那次 紧缩 半途二倍 后来又落入了 紧急扩张 咱们是88年那次 紧缩 半途二倍 当然有一个 很像样的 外区调整 任何内疏 但是呢 我们说 就是这么简单说 就是说 如果你的扩张 导致2010年增长率 明显高于9%的话 中国就可能开始 落入新一轮通胀 这个我比较有把握 特别要10%了 你就等着 通胀就来了 因为到07年什么什么 这个都平准的 而且我们看了 你稍微扩张的像点亮 还没到9%呢 咱们那个CPI已经是正数了 但是如果货币和信贷增长率不好 那么就 到过来 不增长货币 也不增长信贷 那很可能 很可能重新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年信贷增长15% 这个个人案件 就得突出七千亿 三千亿四千亿 等着 马上房价暴跌 但是 确实 出现什么呢 先是股市 城市住宅 售价暴跌 紧接着房地产投资下降 紧接着可能别的 什么钢铁啊 通道的那个钢铁都 外国聚了 熄火了 什么啊 民法新的经济赛 是一个非常两难的 当然咱们肯定 很多人讲 那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过一个 很好的货币信贷政策 就是不多也不少 正好在中间点上 也不过热也不过冷 对吧 你找一个数 你说30%还是行 30%多吧 那咱们百分之五 百分之二是少了 咱百分之二是五 是吧 找一个正合适的数 但是现在高 你这个正合适的数 一定是个什么情况 经济不过热 经济可能不过热 通货膨胀可能没有 但是 泡沫 房地产泡沫 非常厉害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吧 是吧 就是说 我就说 短期内似乎可以通过 把货币信贷增幅 控制在适当幅度上 咱们找一个最优 两个都避免 同时避免上述通货膨胀 经济退 两方的灾难 但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上 这样的 适度的货币政策 必定是一个引发金融泡沫的政策 因为时间已经在这 金融泡沫已经起来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实体部门总需求不足 讲到实体部门总需求不足 不足的原因是什么 利息 利润 你很简单 温州那方人 为什么他不做实体了 你不能怪他 他肯定是不挣钱 对不对 利润不足 利润不足呢 他有了钱 他也不保 投资 他去干去干什么 他认为能挣钱 他认为什么挣钱 房价到现在他没想过来 他一定认为房子 这是人的正常形态 房价一直在涨 那么肯定买房子挣钱 他就买房子 他不盖房子 他买房子 听懂我说吗 你给的钱 他就干这个 目前中国实体部门总需求不足 原因在什么 企业盈利空间小 因而投资预计低 这种情况下 扩张总需求的货币政策 压低位率 但是这个利率 并不能解决 投资预计低的问题 因为人家肯定说 我把实体啊 我本钱都赔掉 你利率在低能是负的吗 他总得是零以上啊 我根本就还不上 所以根本不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带了还 咱就去买房子 因为房价不会涨不清 对不对 你不能怪他 你过去就是房价一直涨不清了 结果呢 引发房地产这一类金融资产价格上升 再加上中国最近20年 都没有面临过房地产售价 长期下跌的形势 基本上确实没有面临过 金融投机者们中间已经造成了这么一个极强的房地产售价 只会账户被接的预期 增多的贷款 多半会被债务人拿去进行倒卖房地产的金融投机活动 恰恰因为市场经济是个自由经济 你贷了款 你管不了这些贷 接钱的人 人家一定拿去捣捣 你还真就管不了 这个就是我现在拿来 给左派讲这个才真讲得多 这就是私有制的市场领解 它的优越性 自由 你管不着 是吧 我借了你的钱 我去捣捣房地产 你管得着吗 多半会被债务人拿去捣捣房地产 金融投机活动 这样增多的货币和信贷 在足以造成实体部门 逐动的走需求之前 你还没能把实体部门拉起来 炮过先起来了 现在中国就这个情况 对不对吧 而且你这么干下去 这个问题只能更严重 日本呢 八十年代炮货搞了十年 这个十年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头几天就看 就看什么 讲索罗斯 大家都知道索罗斯了 索罗斯最近也挣了大钱 但索罗斯现在都讲 他失败过两次 一次失败就是八十年代 他说八十年代 他一看日本的股票市盈率 咱们都知道说 失败率高就是你股票价格太高了 说这种玩意不能挣钱了 他说日本退出了 他已经挣了一笔 他退出了 退出回到美国去了 美国的失败率低啊 然后美国的 当然他前提是什么 他认为日本的快要崩溃 这是八七年 结果他刚回美国 咱们大家都知道 八七年美国有一次股灾 八 索罗斯在那里头 你要在日本还继续挣钱呢 其实索罗斯说的对不对 对 不要说到八七年 我相信八五年 八一年 日本就开始有泡沫了 但是 但是这个泡沫 一直延续到九零九一年 才不可能 这个当然跟政策 有很大问题 我早上大 九零九一年 我在德国 我就从德国的那个 报纸上读过一条消息 说日本接受了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是管制银行的 就是说 必须提高你这个资本 叫什么 资本金比率 是吧 所以日本各大银行 开始紧缩信贷 我说 好 日本 要算退 果然 哎呦 我那次预言不够厉害 日本涮费了十年 你为什么 不是我怎么 我不是个三十年代大萧条 富丽特曼有名的东西就是 大萧萧的时候 银行紧缩信贷 结果萧条进行加重 所以日本开始紧缩信贷 果然 一紧缩信贷 整个泡沫 整个泡沫全满 五十楼是泡沫全搞 就索罗斯都会 都会 事算 他早都认为这个是泡沫要倒掉 结果 三年以后 四年以后才倒掉 你要是做金融都知道 这四年有多少增钱机位 所以索罗斯说 我为这个损失好几亿年 然后呢 索罗斯说 01年我就认为美国 是泡沫 结果好 人家干到08年 人家这泡沫一直干到08年 我说对了 我运用 01年就说 这马上 这柯林斯坦搞得着 还是不对 这波度扩张 意思也就是 他在那泡沫 人家一直弄泡沫到08年 哎呀 真要是会做的人 当然 你这七年工作 你能赠多少钱 是吧 就是没有权盈的人 索罗斯那样的人 他也没能权盈 但是呢 他厉害的是什么 他早就知道 这些泡沫 早就知道 你有一天要玩 但是哪一天玩 那直到政府 好紧做那天才玩 美国能泡沫什么时候 咱们都知道 美国泡沫 就是磁带的泡沫 什么时候过的 是2006年 格林斯坦认为 美国经济已经过热了 开始提高力量 就是开始紧缩 磁带开始 开始就出来了 就磁带不还的问题 开始暴露了 然后格林斯坦正好 这时候换降了 格林斯坦四折了 我印象特审 波南克上来 波南克上来 当然了 我在那也得实行 这些政策紧缩 紧缩紧缩紧缩 紧缩到后 整个磁带的危机 全部暴露 那这都和政府政策 有紧密联系 政府政策什么事做呢 现在看来都公共的 日本的是个特例 就是接受了巴西亚的协议 是吧 一般来说都是 通过膨胀力 来把政府的肯定要紧缩 不紧缩能力 老百姓都得骂你 是不是 这个 就是这个情况 增多的货币信贷 还没把尸体部分 总需求拉够 就早在金融市场 造成严重金融泡沫 这正是日本二世纪 八十年代 泡沫经济时代的情况 某种程度上 也是美国次代以前的情况 这样的高房价的金融泡沫 那么下面我是讲 这个金融泡沫的快速 那么从政府角度认为 说政府可能 咱们替政府找钱了一点 比方你站在温家宝总理角度 他也有报 就是说 房地产价格不上当 房地产价格下降的话 地产上 他当然就不盖房 对不对 不挣钱 是吧 不盖房子 不盖房子 房地产投资没了 咱俩实际投资 就是买房材买什么 盖楼 实际投资没的 基地币下来 不光基地币下来 咱们增长率下来了 而且确实很多人要实业 你起码还在盖房子 民工 没活完 那当然他就考虑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这方面不是说政府这个道理 他确实就有一定道理 但这个道理很糟糕 糟糕在哪呢 就是说 这样的投资 房地产投资 咱们讲是实际投资 不是你买房子 这样的投资 前提什么 房价就不断上涨 这就是房价上涨 即便就讲在座的各位 你们能借到个人按揭贷贷款 把这么高房价的东西买下来了 后果是什么 就对你们个人 咱们不讲这个国家 后果是什么 你们说后果是什么 房奴呗 窝居不就演这个是吗 是吧 你一个高价 我就问你很简单吧 你都想买一百米的房子 是吧 你是五千块买了 你还贷的压力大 还是一万块买的房贷 还贷压力大 房价越高 你还贷压力越大吗 你越是房奴 是吧 那么 所以我就说 那么结果呢 导致我们大家 我这顺便讲起来 我这都没洗 现在我想想 整个这个房价上涨 就只有三个前途 第一个前途 就是说 为了避免你们 真为 就是买 这个借钱买房子的人 成为房价 有一个办法 让你收入提高 但怎么提高 市场经济政府 政府可以制造通过膨胀 就是 就实际 GDP CTI这些东西 通过膨胀情况下 你物资也会涨 一般涨 不是说个别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涨 但是一般情况下 大家的工资都会涨 对不对 都会涨比较快 就不是说每个月都这样 每个人都这样 但是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人 他会涨 那就是什么呢 让你挣的钱 和房价 一块儿涨 这个当然了 你就可以避免到房子 但是我这敢敢打谱票 只要通过膨胀起来 老百姓说这样 你说那贱也行 他肯定要骂政府 他骂你搞这无价上上 说咱们看07年就是 老百姓他总是想 我又要挣的钱多 又得无价不上上 老百姓肯定这样 所以你通胀起来 老百姓肯定慢了 其实他是 让你不成房子的老板 一般的通胀的时候 你的收入会增加 很快 这不是绝对的 但是一反通胀应该是 这是一条路 搞一个通胀 真正的通胀 第二条路 就是没有通胀 你们老是还贷 那就房子费 对不对吧 你就房子 第三条路 没通胀 老子不还贷 不还贷什么结果 金融危机 经济垮掉 现在这个房价上涨 你想想还有别的可能吗 只有这三条路 是吧 就是把我们引到这三条路 三条路任选齐 但是我认为 哪条路也不是好路 你们同不同意吗 反正我是这么认 哪条路也不是好东西 是吧 不应该走这 我们就不应该走到 只有这三条路选择 这么个地 那么说我这里就讲了 高房价金融泡沫 逼迫买房子 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 我这忘了 加了一句 就是如果没有高通胀的话 它的收入付费增长很快 那么怎么办 要还 就是那窝居的鞋 它就得把别的消费减少 政府好像是增加了投资 是吧 因为这个高房价 房地产商 改房子 投资 但是那头老百姓消费减少 就简单说 老百姓不消费 直接原因自一 你们同事不成人 就是高房价 是吧 你想想 面临着还贷 拿高房 就是买了高 高价房的那些人 面临还贷压力 他能消费吗 他消费得起来吗 他也没亲情消费 是吧 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费 最终是意志总需求的 有效扩张 但是短期内 高房价 能够刺激房地产投资 那地产商他不管 只要房价上涨 老子就盖房 是吧 这就是一个强盒了 地产商老是乐了 他在那投资 而且政府的GDP也拉起来了 他就忘了GDP那头没拉起来 因为人家不消费 是不是 就是那个 买房的人不消费 虽然也能扩大总需求 但是这典型的 机型扩张的总需求 总需求这种 机型扩张的弊段 是产业结构提前 盖过多的房 中国盖房子 盖了世界第一 我就很想 中国现在就像 真是像慈禧太后的时代 有一个级目 慈禧太后的 颐和园 是只盖了一个颐和园 给他自己盖 中国确实是 盖了大量的好房子 确实是 享受的人 决定比慈禧太后 是吧 这是 这是好事 但另一方面 一样的地方在哪 慈禧太后把钱 有钱拿来盖房子 没钱拿来 我就讲一句最简的 没钱拿来找军队 他把那造义和园的房子 咱们现在都有数了 是吧 把那钱拿来 再买两套 巡洋界 人家很多人说 加户海战 设立就应该是咱们 不是日本人 结果加户海战 一打败了 中国拿了两亿两百元 去赔给日本人 你去看吧 是两亿两还是四亿两 反正是中国 多少年的财 在大量里头 反正一个很可怕的 在当时绝对有个可怕 这就是中国现在干的事情 是吧 有钱盖房子 就是盖个房子 而且这个房子 不管怎么说 也是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的 大多数人享受 这边又要让一个人 是吧 那边走 他就没钱搞军备 我不用讲别的 军备你中国军备 你要跟美国打 行不行 你现在我就问你这一块 你跟美国打行不行 包括跟日本打 你敢保证能打赢吗 就这么点呢 敢保证吗 咱还不讲别的 谁敢保证的 有天不打仗 没那个人给你保证的 我是不相信 绝对不打仗 这样呢 就是这样扩张的总需求 一般都被造成 最终破灭的金融套货 这实际上是 不累于总需求的扩张 就长远 他是不累的 他把这些房东的消费 都给抑制住 是吧 更危险的是 一旦高房价 刺激的房地产投资 真的像在2007年中国那样 造成了一个实体部门的 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 就是你真拉动的一定成功了 真把经济拉起来了 还坏了 通常起来了 股价上涨了 那政府肯定要紧缩的 因为不用别人 我要骂政府 你们肯定都肯定都肯定 我那时候就说 这个政府 他们就不管人死活 就是他们要GGP 然后 肯定肯定要紧缩的 所以政府一定要紧缩 那时候肯定紧缩 一紧缩什么呀 西里华拉 你就看着日本的紧缩了 美国紧缩 没有一个 紧缩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掉下来 那时候货币当局 必定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遏制通货膨胀 那时候货币紧缩 货币信贷紧缩 将打破房地产 售价暴涨的金融泡沫 2008年初 咱们就已经看过 不仅通过金融资产 价格暴跌 造成大批人破散 而且很可能造成金融机构的 巨隔不良资产 甚至造成金融危机 往下怎么演化 不知道 到时候再看吧 因为这种事 事先很难说清楚 就像美国这次次贷危机 会状况这么大 几乎没有人事先 包括我们这些挡着 我们就挡着冲危机的 都不敢事先说 它会出这么严 这段就很难说了 全看怎么大 那么总的来说 我就概括一句话 总之如果政府继续 像最近几年那样 在宏观经济调节上 过分依赖货币政策 中国不仅在2010年 就是在期后的许多年中 都不可能摆脱 目前这样的两难处境 就是我开头说的 两难处境 紧缩信贷造成严重萧条 放松信贷 就是扩大金融泡沫 房价暴涨啊 股价怎么样啊 为将来的金融危机 更严重的衰退 准备条件 就是进一世 不是 所以也不是 不是个简单数据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 和两难的处境 某种程度上 世界各格都有 美国特别是如此 我们就说 这个政策 老是世界型 美国如此 那么我分析一个 长远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问题 也不是最近几年的问题 说起来呢 老是中国 不好听的话 改革以来 老毛病 中国只所以陷入 这样的两难处境 这是讲长远的了 由于什么呢 20世纪80年代初 我们实行两个有名的政策 一个叫波改代 波改代是什么呢 国有企业原来是财政勾款 倾狠正常 就是国有企业 国家投入资金 财政勾款 改成贷款 即使财政有钱 也不拨给你了 从银行贷给你 就是说是这样提高企业的激励 有了贷款 银行天天跟你要 给利息啊 要交利息啊 逼着你好好干活 就波改代 还有一个叫利改税 利改税是什么 上交利润 改成就上交所得税 所得税以外那一块 自己留下 这个本质上来说 就是活用所有的税 就是活用所有的税 交税 私人企业 国有企业 都应该对这种交税 对不对 那应该有差别 但是国有企业 向国家交利 如果你真有像样的利益 那是国家 那是你对所有者的一个义务 是吧 所有者的义务吧 就像我们说 股份公司 我是股东 你企业有 这有了利润 就该给我分红了 对不对吧 就是放红了 咱们可以不分红了 有这样的国有 有这样的所有事吗 是吧 不分红 这两个东西很黑道 好像是说 政府我也不给你资金了 我也不给你收钱了 你就完全自主运作了 实际上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后果 什么呢 再加上 当时有个基本思想 所谓要变成大银行 小财政 这两个政策一来 就中国政府呢 你们自己看看 政府就瘫痪 基本上不再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 西方有名的政府调节宏观经济调节的财政政策是什么 萧条的时候 扩大总需求 政府增加购买 减少税收 但是呢 从那以后 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就会调节宏观 总需求 脱节 基本脱节 就根据我印象 八三八四年以后 国外代代改税收 基本脱节 剩下只剩一个货币 货币银行政策 就是中国走过这条路上 当然了 这一放弃更放弃什么 我现在主张 我们要分出这个 直接向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 当然这个投资本金 一定是投入实际的投入 实际投入就是什么 给了你钱 你必须去拿 做实际投资 实际部门投资 真正去盖房子 买机器 买什么什么什么 起码是搞研发 就是搞研发也是把钱花给研发人一来呢 买些仪器设备 对不对 他都签成花是吧 保验他 实际投资 因为什么 其实法国这样的国家 我仔细观察 你仔细查能查 法国这样国有经济很大的国家 一贯的是内容这些东西来调整 很简单 萧条的时候 需要扩大总需求的时候 我就往国有部门大量投资 而且让你搞实际投资 这就是杨斌 工丁所的杨斌讲的 法国是越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他越扩张国有经济 我就问你 因为私人都不投资了 萧条的时候就是私人不投资 我就往政府就把组织来的资金 我国有部门投 投他整个总需求拉起来了 最后私人部门也会投资 这就有需求了 有需求有利润 私人部门就开始自动投资 那么我们完全把这条路放弃了 上下只是什么 过热的时候 我把信贷控制住 冷的时候我就把信贷放开 完全是货币政策 就是放弃了 向国有企业投资金的做法 从而也就放弃了 利用国有企业投资 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 这样做的恶果是吗 我下面讲的恶果都是微观的 这是我最近这两年在家里 做了很多数学模型研究 就简单一句话 别讲是公有制 就是私有之下 很简单 那是私有之下 你看不到 你几乎看不到权在有的企业 就是这企业资金的根本没有自有资金 所有的钱都是债务 都是借的 民主其实是债务 有点体验 是吧 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 企业都得有自由资金 不是总经理老板自己的 那也就是什么股份资金 是吧 股份是企业 这都叫企业自有资金 为什么必须有 很简单 如果一个企业完全是借债务 你不用到这个程度 债主就不敢借钱给你 为什么 债主很简单 你就是拿我的钱去冒红 企业总有进行失败的时候 是吧 进行失败的时候 你就是不还我的贷 而且呢 企业的动力一定流去 就是老总的动力一定流去 他就专找的 是什么 平均来说可能是赔钱的 我们都论证这个 平均来说赔钱的 不要理 只要有高利润的可能性 比方10%的可能性 高利润 高利润是什么 我把贷还完了 剩下就发大 明白我说没有 就很简单 借债的时候 他一定是什么 负赢不负费 亏的时候 反正是借来的钱 亏不到我头上 但是赢了的时候 剩下的剩余所 他一定有动力去搞这个 非常冒险 就这一系列的扭曲 这就是我的说 这样做的恶果 企业层次上 扭曲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 使中国企业呢 偏好资金回收快 第二个什么呢 天天银行呢 追个屁股要的还贷 所以呢 咱们都说中国企业短期行为 他不短期不行了 你不信你就问 那时候那厂长 银行的信债员的领导 我天天就 每个月 每年就要 还本付息的 我当然是只能短期了 哪能做长期的投资 偏好于回报率均值不高 但回报偏差大 这就是说有可能 挣大钱 但是其实平均来说可以钱 这样项目 平均来说的钱 那就是回报的东西 哪去 还有一个 我这忘了什么 就是我们都说说 中国国营企业 为什么这二十几年 技术不进步 很简单 你想这个总经理 现在需要的新资金 都是从银行界的 银行天天追着屁股 叫你起码是换利息 谁有心思去搞开发 搞开发 你研究一个项目 十年可能不见结果 那都得长期的资本金投资 还是看 是吧 你整个这套政策 微观上完全扭曲 我们中国的几乎 我们抱怨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乎 所有问题 确实都和你的金融政策 现在财政 金融 企业融资政策 连在一起 这么些问题 而现在最大 最后问题 宏观上 我这讲都是微观 企业 宏观层次上 中国政府 只能靠控制货币供给 银行信贷 进行宏观经济调节 这就是我 从85年以后 我确实 这方面我可以存有 25年的老宏观 我在宏观这行里头 包括主流的人 也都不敢扶认 扶认我这个研究 是吧 就看了 一看到事 他们就只有一个 就是货币的信贷 没有一个什么 结果什么呢 宏观总需求不足 就大力增加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报 包括那个什么 89年第一次市场批软了 批软以后三角赛 三角赛来了 中中纪来了什么 注目资金 是吧 怎么解决三角赛 每一回都是 需求一不足 就往注入资金 就搞些信贷 实体总需求 经济总需求不足 但是呢 什么呢 他这个必定在哪 就是实体经济总需求不足 他不能直接进去 他是给你增加的钱 增加的企业拿的钱 但增加拿的企业钱 企业一看去市场 还是赔钱的 你给了他钱 他也都投资 是不是 实体经济总需求不足 逆期利润率低的环境下 增加的货币和贷款 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反大一部分 变成从此金融投机的游资 这个第一校的扩张 总需求政策 实行了二十年 二十多年 至少八九年以来 一直在上 结果不仅是造成 中国的货币 相当于实体部分过多 这个过多表现在哪 就这次金融危机之前 我让我的学生专门查个数据 咱们就讲M2 一般就 广义口径的货币是M2 M2和GDP比 GDP是当年你的GDP 这个比 M2和GDP的比 美国欧盟是0.6 就是说 我有一块钱的GDP 有0.6的M2 中国当时已经是1.6 就你的M2 人家是M2比GDP少 我们是M2比GDP大 还大得多 1.6 跟中国可比的 这些日本 这都是有过严重 炮国经济的国家 当然现在的情况变了 为什么 这次经济打了一击 美国政府紧急救治 肯定M2大幅度增加 应该是M2大幅度增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这个数据是很可怕的 过去我一直没理解 这个数据的后果 后来我才明白 我说M2这么大 什么后果 就是说实体部门 它消化不了这么多钱 当然这个M2基本什么呢 就那头变成了时候 我们大家在银行的存款 包括储蓄存款 你想象你那个储蓄存款 会怎样 咱们大家会看到 是吧 如果大家认为 干什么都赔钱 你就把钱都存在银行 储蓄存款 但是如果你认为 股票要涨价了 我们就会看到 一大批人就把那个储蓄存款 是吧 立刻挪到股票的账户上 于是股票暴涨 股票暴涨 现在情况是什么 肯定是存款多的人 他根本不存款 是吧 有钱买房子 就是你造的这个 一点 什么呢 经济波动特别烈 当然 他买房子 他在什么时候 大家认为 买房子赚钱 房子要 房子价 就房子要涨价 是吧 很简单 他认为大蒜涨价 同时不是说是炒过的吗 大蒜涨价 他认为大蒜涨价 他就把那个钱拿出去炒大蒜 他认为股票涨价 他就把那个钱拿出去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存款 他炒不起来 他没钱呢 整个总量就这么些 对不对 现在咱们是一点多 所以你的金融市场是高度不稳定 这就和什么联系呢 你看中国的股市为什么 一下子能够涨到六千点 一下子能够跌到一千六 一年多的时候跌到一千六 这确实在世界上太创奇迹了 为什么 就认为你这个钱 很简单 一千六的时候 是大家的钱都趴在那 趴在那个储蓄 储蓄账户上 六千点的时候 那钱全拿出去买股票 不是买在那炒股票 是吧 房子也不这样 就是高度的金融部分 高度的投机 因为过剩的资金太多 这叫中国的货币 相对实体部门过多 造成了过多的 用于金融投机的游资 这个游资是我们人人有份的 因为我在银行也有储蓄中谈 理论上都不被这样 你也不能怪我 那当然 如果这个房子肯定涨价 明年就涨20% 不买房子是傻瓜的 那一定要拿你 多一百种钱去买房 内息率才2% 为什么不买 在中国各种金融资产架 越来越暴涨暴跌 这就我们看到的 暴涨暴跌越来越厉害 特别是股市 金融市场日益重大 所以呢 这是我今天 这前面的分析就到这了 而且再加一句 就是说你这样搞 也最后也很难 淘汰通货膨胀 不一定哪一天 大伙都高兴花钱了 那就07年 07年里面 咱们的货币增长速度并不高 现在看很浅 就是因为你钱太多 大家只要把那储蓄账户什么钱 都拿出来买东西 通货膨胀就来了 是吧 只是看大家喜欢买什么 如果大家不买这个 吃的穿的 是去买房子了 那房价起来 如果去买股票了 股票起来 如果真是去买吃的穿的 包括是买这个水泥 自己盖房 那通货膨胀就来了 就是因为这个 趴在窝里那货币太多 1.6比1 这是高度的精神不稳定 而且这个不稳定的 政府没法控制 你看过去呢 你像美国那0.6 那政府不行了 那注入嘛 因为政府有很大 你想美国注入 注入M2 扩大到中国1.6 它得注入多少 多少钱 它得翻2.2 是不是 有的是空间 咱们现在 这空间越来越危险 因为你就看着 这狗市人 这个暴览暴览 真是很难再这么搞定 所以我主张 我们必须摆脱这条路 再这么搞下去 这个经济的不稳定 经济的稳定是没法达的 高度不稳定 高度投机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投机它不是肯定赢的 是谁都可能赚钱 谁都可能赔钱 太动荡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这样两难处定 要摆脱这两难处定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 怎么改变 就是我说的 就是这个我的题目说的 放弃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方针 更大程度上 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 和国有资本的投资政策 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 具体做法 具体做法呢 为了让大家容易计 我就简单说 具体做法是 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宏观经济调节中 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计划盒 国有经济盒 我们不想用计划涵盖整个经济 所有部门 但是要有一个核心 坚定的核心 这个核心是有计划的 这个核心是国有的 当然也可以有非国有部门 但是你得加入到这个计划 序列里面来 以此为了核心 来有效的调节投资和总需求 特别很简单 一条法国是 总需求不足的时候 就往这个核心里投资 把总需求拉起来 总需求过多的时候 反倒是停止对他投资 把他市政部门里发展 是吧 这么一个东西 以此为核心 有效的调节投资和需求 我刚刚说的 改变这个的思路 今天我们上午讨论 我一看像北大的苏健 什么这个人 都什么 他跟您去讲 他说我们08年错 不09年错 09年就不应该是扩张信贷 是应该什么 扩张财政政策 信贷实行紧缩 我倒不想像他说那么一言 就是信贷也不要紧缩 15% 这也是扩张 是吧 低扩张 但是呢 主要通过财政扩张 主要通过财政扩张 是政府花钱 那么政府花钱 你不把国有经济 还想搞MPU 是不是啊 花了钱 然后这份老总店 让他自己的 那能行吗 我想老百姓也不能答应 那你政府财政扩的钱 就是扩张国有经济 怎么又这么说 无非是国有企业 还是国有事业 还是什么什么 什么国有工程 这些东西 所以我说 我对4万亿不批评 4万亿如果真是搞实体的投资 基本上我不批评 当然了 我认为实体投资 当然也有个方向 你往哪里投资 是吧 很多人说 现在盖了很多 就是建的路 很多路是 办公室 我们没打车跑 西部肯定有个路是这样 那当然了 咱们还是尽量少 这样的工程 很简单 中国是不是现在到了 已经是没有任何地方 需要投资的 你们看看 我那年 就08年底 我写的危机还是机率 我那里又写了多少个工人 就说中国的大学 实验仪器都是不够合的 很多脖子 就是化学的脖子 该做的实验 他都做不了 很简单没有仪器 你为什么投资 是吧 对中国的仪器也投资 对中国的大学给的钱 让他去买仪器 我就讲 随便讲一个事 就是你睁眼看 他中国该花钱 是吧 我就随便讲一个 很多搞科研的人 来操操跟我们说 政府就是不投资 我们这研究项目 对国家这么重要 怎么怎么就不给点钱 我一万多少钱 三千万五千万 一个亿 中国政府 五万亿他都有 准备说一亿 是吧 就是这科研的人浪费 浪费到哪 顶多他 他也有点 家中祭司 是吧 他吃了 这我都知道 项目也有腐败 是吧 拿去吃饭了 然后都到项目里报销 那也拉着内需呢 你不就是为了拿着内需吗 是吧 那你总比贪温 能贪掉好啊 是吧 总比这么吃到黄金糖 方法好啊 是吧 当然我不是鼓励这种 这个有点 有点变相腐败的行为 就是实际上 你在科研上 真投资 不入干年 必有回报 你不能说 科研上是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投了钱 这个项目就一定有回报 但是你投了十个项目 真是投了足够金 也不能有一两个 两三个的步道 而且是很大的 三个回报 一般都能把那十个 一块钱赚回来 这是奉献投资的基本 基本精神 是吧 这个中国政府 科研他赔钱 是啊 十个项目有九个不成功 这我承认 只有一个成功 但是比尔盖茨那成功了 他就把所有那钱都赠回来 对不对吗 你奉献投资 就是这个基本思想 你政府都连这点事 他都不明白 一碰到科研投资 他简直都不知道 他怎么扣门 他在那边盖着没有用的桥 当然了 盖着没有用的桥 也得不盖桥 他总会还是有人走的 是吧 所以说我说这个 就是这个计划 咱们就底下 计划和国有经济核 主要作用在哪 猜出我们宏观角度 是以政府和国有部分的 有计划的巨额支出 来填补总需求的缺口 是吧 这个支出中 包括大规模的国有资本金 十五投资 那么这个 下面当然都有规定 现在大家很多说的 说这个现在这次 现在这个房地产里头 国有部分有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造了一些舆论 说这个 这个帝王都是国有企业搞的 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 很简单吧 头几天报道的帝王 那是次行企业 是吧 就是有名的那个碧桂园 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这个在广州 又造了新帝王 就是起码是大家都有 那么我这个观点 我这历来的观点 就是几年来的观点 就是 除了政府规定 专门用于干预金融市场的资金之外 政府和国有部门的 这个有计划的巨额支出 都必须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 就得恢复计划经济的 时报时销 那个钱不是给你拿的 随便怎么用呢 你先把项目出来 你要钱干什么 做什么项目 是吧 你是坐飞机还是坐导弹 花多少钱来 这钱可以给你很宽裕 但是绝对不准你拿去办别 就是购买食物 他起码拉动地区 你不能搞去金融投资 就这么简单 不许搞金融投资 这样支出的任何国有资本金 必须用于食物投资 不准用于金融资产买卖 资金来源当然有三方美 第一个政府税收 第二个国有资金盈利 就国有企业盈利 第三个国有部门发行债务 这个债务呢 我下面有个详细的设计 我这就不嫌弃讲了 基本的设想上 根据我对企业 这个借债行为研究 我反倒反对国有企业借债 是谁借债 财政部借债 第二个国资委借债 就是说他必须是政府部门 不盈利 他借债不是为了盈利 他的任务就是什么 借了债 到时候我要从国有企业里 收 把你的利润征收上来 还债 就是纯粹财政这种功能 为什么 方自领区 我就刚刚讲了 越是要搞利润的 他如果完全是靠借债 他一定搞高峰减强 所以 反倒不让行 不让企业 很高峰 对企业是投入国有资本 这个当然 我在家整天要写 做什么 我倒是研究私营的经济 就是市场经济 为什么资本雇中 劳动呢 所以说这些东西 就是债务和资本金 什么关系 最后结论是这个 所以下面有个 比较详细的设计 但是我不细说了 就大概说这个 那么这就有效使用社会全部 那么通过这个渠道 在有效使用社会上 全部的新增的货币信贷资金 用我们刚刚的例子来说 按我们现在的思想 是吧 你不是需求不足吗 我们一年 这个国有部门 搞了两万亿投资 实务同色 是吧 新增信贷万亿 而且那三万亿 也尽量让他私营物门 什么什么 都用在实务上 尽量放置你 就很简单 像说按接待款 那什么 你就少喝 估计的他可能拿去炒作 少带给他拿 别搞那套政策 那么情况会比现在好 就是效应高的 总需求拉起来 东西都慢去了吗 是吧 总需求拉起来了 泡沫没有 是吧 所以 把这样一个方案 和我们09年的刺激经济方案 相对比 就很简单看出来 09年的刺激 是一个非常差的 不能说多坏 但是起码是很臭很臭的臭性 臭到极其臭 所以连这北大的苏建教授 什么都说了 我们应该是扩张财政 财政支出扩张 信贷不要那么扩张 他说是紧缩 我就说咱缓喝点 不要那么扩张 信贷不要那么扩张 而且呢 两个结合起来 是信贷的扩张 很大一块借给国有工门 但是国有工门 哪里一定搞实体投资 哪怕是在给科研特体 给他做资助 这样真正把这个资金使用效率高得多 泡沫小得多 我甚至说实话 我这个思想行程都不是一天 甚至不是一年 十年 日本的九十年代的消息 我就一直盯着 我就一直坚信 说日本 因为这个日本 他过多的依靠私营部门自发的 因为他们日本私营部门很有效的 他们是这个长期关系 达到互相企业中的关系 但是过多的依靠私营部门 政府老想少干预 结果十年出来 到最后 是小权上来了 状况比较好了 什么 日本老操的要金融改革 一操的金融改革 老百姓就怕银行要破产 就不存钱 总绪就更不多 最后是政府出来 把银行的货币都兜了 实际的还是政府花钱 说白了 我一看 政府不可能不花钱 最后这种花钱了 把金融的东西花钱了 实际上 我从那就形成 就连日本都是这样 你中国不例外 中国的国情更需要政府 那么 这个计划和国有经济核 使用的资金 主要通过政府财政部门 和企业国有资本金的 监管机构 我这都写的很理论 其实就是国资委 国资委是管监管的 筹集管理和使用 其中通过财政部门 筹集管理和使用的资金 要严格分两个不同渠道 一个是常规的财政 就我们现在讲的财政收入支出 另一个是 财政部门掌管的 用于企业的国有资本金 这个 这两笔账一定要分析 就是我们现在 讲的一般的财政资金 另一笔呢 是用到企业的国有资本金 就是专账 分开来 国有资本金 财政借了多少钱 然后呢 每年上交多少利润 还多少贷 期发多少债 这个 我下面都是说的 我们应该有专门的 公共决策程序 就比方说人大呀 老百姓啊 讨论一下 决定一个啊 这一般希望国家都这 这么一个公共决策程序来决定 另一个常规的财政收入支出 那么常规财政收入支出 其实也很重要 比方说我们现在说 各项福利开支 财政口出来的福利开支 都应该放在这 就大家想说 解除危机应该是 第一个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特别是农民 他收入提高了 他消费 消费支出就会提高 对不对 第二个是增加人们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 这个福利待遇提高了 解除老百姓的货福 这福利待遇大体就我们大家现在讲了 三度打下 四度打下 是吧 这个医疗了 教育了 这个 现在看还得有住房 但是我这里讲了 我说住房这个问题呢 那么就是说 增加低收入阶层消费 享受的社会福利 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增加这方面支出 当然如果光增加这方面支出 咱们就能把中国总区就拉上去了 那当然我说的别的咱们也就不用讨论 是吧 但是现在看思考政府暂时还做不到 所以两个手段都得用 那么根据最近这几年情况估计 除了这方面的常规财政支出 根据中国目前总需求不足接口 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至少应当再增加 一万到一万五千亿元 国有资金投资支付 你真搞得这么多 总需求不足自然解决 我怕到那时候怕要过热 那要过热咱们就很简单 在线项目停下来 等到以后它需求不足再上去 当然要做到避免大的格斗 就需要恢复相当的计划 所以我现在来讲 这里要有一个计划的核心 不能没有计划 这个子余资金不足的情况 可以罚债 罚债但是呢 就是这里讲的 为了避免浪费国有资源 支出一要有计划的投入 二要有严格的回收管理 要通过收交国有资本金 在企业利润中的分红 来偿还用于形成企业国有资本金的债务 这个这是大概的一个设想 具体问题呢 当然下面写了不少 我想再讲很多 可能大家也不一定有兴趣听 我就不想多说了 只讲是这个 咱们在网络上讨论比较多的事情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就是坚定的说 坚决的实行攻进私退 下面很轻蔑的地方 不要理睬什么反对国际民退的教肖 国际民退本身就是造的一个伪命题 是吧 那好像这国是跟民是对立的 这国有企业是 我不是国跟 当然国的政府可能跟老百姓对立 但是我坚信 真正的国有企业不是跟老百姓对立的 你这个搞国民对立 本身就是一种煽动 就从他们第一天讲民营企业 我从来我没有民营企业 就是一煽动 实际大家都清楚 什么民营企业不就是私营企业吗 你就叫私营企业就完了 他为什么要民营企业 那不就是什么 民营企业意思 你这国民企业 就是国民企业 就是国民企业 压住老百姓的 我这民营企业 那代表老百姓了 他到底代表了多少老百姓 黑丹药是那出来的 是吧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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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的旷难都是出来的 他怎么就成为代表老百姓了 但是我也不想说他们就怎么坏 但是至少有一条 怎么就只有他能代表老百姓 他叫民营企业 别人不叫民营企业 当然就只有他代表老百姓 他真代表老百姓吗 我去问问 到底有多少工人认为 这民营企业就代表了老百姓 我相信很多工人 包括很多大工人 不会在那里 这个粉丝就是一个污蔑 编造抹黑 正常的 我想我们左派的方法就很简单了 是公有企业 现在这个情况下 就得攻进私退 不进也得进 私不退也得退 就这么情况 实际情况排在这 现在这个 我们可以说 很大程度上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过度以来货币政策 其实是一个私有化思潮在做过的 为什么 我们讲分简了两点 第一点 这个 你可以在那大喊大叫 拼命的对中小企业 咱们知道 所谓中小企业 基本都是民营企业 是吧 拼命对中小企业扩大贷款 而且很多贷款不说 其实知道情况 人家想一想 打开打开销就知道 肯定很多的大量流到水 搞房地产 包括温州人 是吧 很多资金 他很简单 他可能拿自己的资金炒房 但是我的那个企业 如果还能运行 那资金是贷款的 是吧 那去干这事 是吧 这个 你有这个思路 为什么能有我这个思路 政府多搞一些国有资金投资 这个国有资金投资 差在哪 我刚刚今天中午 还看到一块新闻 你随便赚两个新闻 都能找到他们的罪状 什么罪状 说现在面临霉光 这些就是今年冬天太冷 面临霉光 国自委 发电委正在考虑放官 对小梅妖的禁令 是吧 因为小梅妖过去 过去是他 他矿难太多 封了很多小梅妖 现在确实上 产量上不来 你就让小梅妖上 我早就讲 既然国有大矿 他这个现在的数据是很清楚的 国有大矿呢 他这个回彩率高 就是资源不浪费 然后呢 矿难百万吨死人率低 这总的土地数据 他就低 为什么过去不大力投资 你过去不大力投资 那么到现在 供应供不上了 你就得让小梅妖开 对不对 你那头大量投资了 其实正常国家都知道 我还是有一定的生产能力的剩余 一般像美国的国家企业 开工一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 我的生产能力是一百 实际用销售 只需要八十 你至少得达到这个 中国的电力等等 都是应该达到这个 他为什么不把大力 因为大力投资 当然得抽错资金了 就像我说的 发行个工载了 然后这煤矿建设工载 其实我相信 以中国煤矿建设工载 是没有问题的 能管 发行煤矿建设工载 然后投资搞大矿 你平常不搞 结果现在 一到煤矿了 咱们还得让四英小梅妖回来做 包括三西最近的 这个所谓国际免费 就煤矿业上 当然了 很多小煤矿 小煤矿先封了 但是说实话 你封了小煤矿之前 不管怎么样 封小煤矿之前 你先得把那个 大煤矿的生产能力搞上去 否则 问不上怎么办 就这么简单 那你怎么搞上去啊 没有相应的财政金融措施 来搞 不是 搞不上去的吗 这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一套格局 二十年前 改个初期就变定了 那时候其实就很清楚了 嘴上在讲 共有之为主题 杜贺的就是国际 国际民进 不像国有企业投资吗 从此就造成了 现在的这个乱比赛 进退两难 就一个第二个房子 房子这有很多人对我们讲 就是包括我们那些同学 稍微搞点财经都说 房地产上不盖房子你也不用害怕 说政府为什么呃 就是容忍房价上涨 因为房价不上涨啊 就怕房地产上不盖房子 是吧 房地产不盖房子 怕什么 政府现在在房地产生 你这么不少钱了 你卖利盛了这么多钱 你就不能盖点 经济试用房 连租房 是吧 卖给老百姓 租给老百姓 我说对了 咱们还 我是说咱们应该大力提倡什么 该公租房 公租房什么 平租房 就是说基本上和市场租金相差不大 稍微比市场租金低一点 为什么 就是保证真正 其实租房的人是真正需要房子 是吧 保证真有租房子 又花得起钱的人 他能住上房子 包括我们研究所 那很多年轻的 没有房子住的人 我一问他 我说你俩不干什么 租房子 但是他们就说 我们总是心理坦彻不安 招不保险 为什么 给我签的这些租房合同 都是很短 几个月一签合同 这是中国租房的人都很贵 我在德国住 租房子 当时我访问学生 是吧 花钱住房 比一般学生就比 是吧 那个房主都是 生怕你租的时间短 人家老抱怨 看我这个租客 三个月就走 五个月就走 八个月就走 他都没有租好几年的 人家多怕你不租长 哪有说 他妈就给你三个月租 就是三个月租医院 我这一听就明白 说什么 他们老想找房子 对不对 留三个月 过了三个月 如果有机会了 他就长 当然他没机会 他就继续再续 是吧 你要没有这个心理 为什么呢 所以呢 搞得两头都不吻 你政府 先把房租给稳定下来 怎么稳定下来 很简单 你大量的 回头老左派那些话 公共是维持金 你这个东西 私人企业 他不会给你造成 是吧 那账户就当然提供 平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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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北京上 平住房他应该是不赔钱 不赔钱 是吧 咱们讲真正的成本 真正成本上 真地的成本 盖房子成本 对不对 回收是租金 只不过是长期的成本 慢慢回收啊 因为我们放弃了 公有制备物体这一套 住房都让他室友化 而你们都得去买房子 你不买房子怎么的 我可以贷款给你 贷款给你也得还啊 而且这个房价越来越高 那么纯粹成一剥削了 我现在就说 这就是剥削 双重剥削 高房价 房秘产 像剥削有一次 第二个 你贷款的那个贷款利率 肯定比你充满的利率高 对不对吧 你还能剥削一次 他们俩人都积极了呢 生怕我贷款买房子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了剥削 这真的剥削 现在不是剥削工人阶级 是剥削消费 就是旧社会的高利贷 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高利贷 但这一套 发展高利贷 为什么 就是这套私有化 当然也包括鼓励老百姓私有化 因为中国老百姓都想 哎呀 我可以给他自己的房子 好了 你越想有没有这套自己的房子 你就上高利产商的道 房先生 你别看我价高了百分之十 他不是你将来有了自己的房子吗 明天他再价百分之十 最后就涨了百分之一倍了 对不对吗 现在一看的房租房价比 我这都算过数据了 就是 他说绝对是买房不如租房 所以现在呢 就这么说 因为 我这个回到总的问题 因为你否定了 公有质为主体 房地产上完全否定了公有质 否定公有质是什么 公有住房否定了 连经营住房的公有企业都否定了 因为其实现在的房地产企业 据我知道 绝大多数都应该说是私有企业 大连万达的王健林家属进入中国首富行列 大连你早说过 他是怎么来的 确实原来是国营 九十年代初啊 但是很快他就改制什么什么的 改 我这么年就改制吗 知道那一套 叨咚叨咚 现在人家首富 那肯定不是 不是 他就是导房地产的 他是典型大房地产商 他不是说导卖房 是就是住房地产 盖房子往上卖房子 万达的样子很多 就是我们的两层否定 公有住房否定了 这个房地产企业 盖房子卖房子的企业 这个公有性质否定了 最后就什么 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剥削 现在是剥削消费 剥削窝居的那些房东 双重削 房地产商等于高房价 银行高利息 他们都拿高利润 你这头来说 高交费 高交费 每月高月共 一定当房子 搞这么一套东西 现在就简单说 我算了几个账 就是在北京绝对 咱们就想同样的钱 同样的钱 我租房子 我住同样的房子 我不买房租房子 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就这么钱 最终 我一定能跟你算清 这个账 省下一大笔钱 就按现在的房价房租 那个计算那个是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买房子呢 当然第一个 有一批人认为 买房子 房价一定上涨 投机积累 对不对 这就纯粹是一方的投机商 当然我可能 可能在座也有 这就等于骂你们了 是吧 没办法 但是不能没有 你不能否认 你就是一投机商 是吧 投机到把 当然咱们不是毛肚子时代 没有罪 那时候投机到把都有罪 是吧 现在没罪 你就投机吧 但是我对你没好意想 是吧 就是一投机商 还有一批人是什么 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是吧 总得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所以您肯代价高点 我也要弄一套自己的房子 好 这你就上了房地产上的套 通过他们这套运作啊 我这里都讲 听到这套运作啊 你就是买一个高房价的东西啊 当房子 给人家还贷啊 受人剥削啊 真是剥削 那先讲吧 一万块的房子 你拿两万块买下来 你受没受剥削 我就问你这个事 一万块钱的房子 你拿两万块买了 而且将来泡沫客卖的时候 他可能真就回到一万块 你拿两万块买了 你受没受剥削了 我就这么问你 但是呢 人家内用你这个私有观念 来 来让你心甘情愿 受给你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们这天天鼓吹的私有化的结果 把老百姓 引到这条路上 真是温水主情话 你不知道不知道 就把你给我了这 就是说 实际上 我就说 就是说房地产 对不对 连我们一些搞金融的 他们也不讲什么货母之类的人 他都说 你政府想扩大投资可以啊 政府就盖一批楼 对不对 我说 而且还会有很低的租金 咱就比市场租金低百分之五 那肯定人都先租你的房子 对不对 就比那市场租金低百分之五 你先把这些想住房的年轻人 想住房的年轻人给他稳定下来 当然了 他就死活要买房子的一张困难 是吧 那房子 但是可有一条 咱们的信贷可能那么长 信贷那么长 他将来属于一些整个国家的泡沫啊 是吧 微信金融机构的 信贷要有更严的控制 更严控制其实之前提高守护比对多 我叫你房子守护百分之五 这银行不会行 你房价跌到一半 百分之守护 五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花一百万买的一个房子 银行其实只能带给你超过五十万块钱 因为那五十万块钱你已经交了 对不对 那么将来你要是不还贷 银行把你房子收去了 卖 只要房价不跌到五十万块 银行是可以把全部资金收回 就是金融危机不会 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大成分就是什么 他那个就是发放次贷 不是就危机之前发放次贷高峰的时候 我就说过那笑话了 听说有很多业务是根本不跟你收首付的 不收首付三年免约布 我说那太好了 中国农民都没有到美国去 是吧 咱就免费住房了 三年免出来咱再找一地方继续办 你这就要死 你这就要死 完了 就是说 就是应该 所以说这个错误的方向 甚至错误的忽悠 错误的观念引导人民 造成我们现在这一系列的 确实是和大局有关系 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现在比较热心 左派里面的东西 我自己自己觉得自己不够这边左派 但是因为左派这个基本理念 很多问题我简单讲到是 左派基本理念公司为主就是不够的 住房问题呢 也是你骗人的公司为主体 结果搞成现在这个 让大家都去买自己的毛 是吧 搞成这个 就是搞成现在 说你们没有钱 行我借给你 借给你你没忘了 高利贷啊 两空过月 最后搞了 所以我就说 那么这个计划和国有经济和支出的方向 现在就只讲讲我的设计 我设想这几个东西 首先设法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和享受的社会福利 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 政府对城市住房的干预 应重在以列低于市场价格的房租 供应公共住宅 稳定城市房租 就先把正想住房的人 先给他稳定住 那些投机的人 他愿意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不保和共鸣 当然了 经济试用房 因为我为什么不是很主张经济试用房 因为经济试用房 在现在的投机状况下 怕的倒卖 是吧 倒卖你增加了倒卖 防远 是吧 但如果倒卖真停止了 经济试用房 但现在这么个倒卖的局面下 还如你先把这个 真要入房子 真要入房子的房租 房租先给你 你哪怕多提供点原租房 是吧 这个就是 平租房 平租房是一般人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 你多提供点这些东西 这个 该讲到哪了 想到的太多 乱聊了 就是说 同时以坚决的财政金融手段 至此投机买房造成的房价上涨 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这个再用这么扩张信贷来鼓励 倒卖房子 是绝对不应该允许 这方面支出应当主要来源于财政部门 常规的财政支出 其他方面计划 国有经济和支出 应当服务于下列几大原则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了 你往哪投资啊 现在没有投资的地方 我就说 我问你这几条啊 第一个 产业方面 有没有目标 有 我说 很简单 提出一个高指标 像大跃进士 提出一个高指标 就知道你有没有目标 这方向 当然不是要大跃进 我就这么说 这么个原则 尽快使中国的科学技术 军工产业 装备制造 环保行业 新能源产业 全面走在世界前列 现在做没做到 我相信肯定 大家没谁敢说我们做到了 做不到 要做到 中国将来要做世界第一大国 别说第一大国 第一牛大国 你必须做到 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说对 要不要投资 要投多少次 现在是咱们自己 大家算一算 军工要投多少次 我那也估算 我真的有一个估算 我说关军工投资 够你投二十年 咱就赶上美国 美国有什么 那有什么 因为什么美国人讲 我就最近看到 美国军事 他就说 说中国陆军 他现在还有中国陆军武器装备不行 你才是世界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好了 行 我是世界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我现在要达到 二十一世纪的水平 要多少钱 是吧 要多少钱 一年要一万一 还是要两万一 中国有资金 两万一有 两万一 我就告诉你 两万一有 起码还省得上俄罗斯采购的钱吧 而且很多军用品 是你根本采购不来的 你想甲骨战争的时候 那些大剑要 都咱们中国人自己能造 会吃那么大兵吗 是吧 就天天有工去盖律德元 挨打 就是挨打的命 你这帮人 你就是挨打的命 他就天天有钱盖医科员 他没钱造型件 是不是 我就光讲这一个 精工 科学技术 走在世界前列 要多少钱 是吧 装备制造 环保行业 还有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产业 我和很多人关联不错 有人说中国光伏产业 发展太多了 过剩了 我说 过剩是相比现在 全世界的用量多了 但是你要在中国普及太阳能 光伏就是太阳能了 太阳能了 差远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一个产业 每一种产品的生产中 都争取中国的企业生产高端化 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 做到没有 我敢说大多数人都告诉 基本上没做到 哪一个产业可能 几乎没有哪个产业做到 做到要做到 差多少钱 现在问题 应该做到 世界第一个的国家 至少都是在某几个产业上 就赫兰奴小国都是 菲利古就是 是吧 某几个产业上 他一定是高端的 最前列的 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 因为中国是什么呢 人口土地面 你是整个欧盟 或者整个美国大学 你起码得做到 他们那种强势 有多少东西的产业 世界第一 要做到世界最强烈 要花多少钱 这个我现在没有说 你们想来大家 很多人都能为某一个产业 募运作 咱们那一共募 这个目标一提出来 谁要说没地方投资 那是下沉 就是你们这个 没地方投资的思想 造成什么 造成和投资 最后造成什么 咱们说中国没有核心产业 中国没有核心技术 你不投资 它能有核心技术吗 美国核心技术怎么来的 这样掉下来了 你去看看 它怎么投资投出来的 是不是 中国这个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政府投 现在既然你资金这么多余 这么想拼命投入资金 9万亿 说轮就轮进去了 为什么不能拿9万亿来报告 这个案子 就是我说这两条 我相信这两条 9万亿不够用 再来两个5万亿 也不够用 肯定不 是不是 那就行了 搞嘛 对不对 我就那个 危机还急于我们就说 真要这么干 我们就不是担心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是怕到时候过分的 像大力进行是过热的 这个所以我们要有个计划 钱要把 丢着吧 别乱乱 是不是 咱不能当那一幕而上 我并不是当一幕而上 但是就是说 高工掉了一百 你就知道 你投资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 我不最简单举一个例子 那个化工的博士在中国 是说大学里 我该因为化工就是做实验的 如果实验都做不了 你那个科医计设备 我怎么做呢 那么你让他在中国大学 能做实验 你得给大学能够收 而且我们不能光靠买 是吧 我们得发展自己的仪器 什么知道 对不对吧 那么就说要投资吗 投吧 你不就需要扩张吗 嗯 那么说中国有潜在的资金 我们怎么把它运用起来 我们就干嘛讲了 国资物体 什么发展啊 财政渠道多了 是吧 你就一句话 你跳出新自由主义 那套市场迷信 私有化迷信 道路有的是 光明大道有的是 你要掉在那里头 我没告诉你 你永远两难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那么 在保证上述资金支出的前提下 如果还有资金剩余 支出原则是什么呢 哪个行业 哪种产品 生产出了缺口 特别是缺乏食物的投入 政府就应当以资金大力投入 同时实行全面的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 我们进口大量的东西 除了个别的东西 能源 这个没有办法 石油中国就没有 你就进口 除了这个之外 所有的产品应该替代 因为咱们除了那以外 进口的大量都是高技术的东西 就是中国应该发展的 所以应该坚决的实行 进口替代 打掉上的它来出口到下 现在是幻想 西方人也不让你出口到下 天天给你搞冒一包 不如一 那么这方面我说的那些其他产业 类的 很简单 这个我是很高兴 物有自相 物有自相偏好登这些东西 所以应该一看 比方说 物有自相 有这个大豆产业 中国大豆产业怎么怎么变 中国的种子怎么怎么变 是吧 都快叫外资控制了 为什么叫外资控制了 你也不能怪农民 农民 还有些农民就是要买外国种子 他说外国种子好 那很简单 中国的种业怎么了 种业当然 你没培养出好种子 为什么没培养好种子 原种庭 那怎么就培养出双子 你不投入 对不对 咱们问题就是 只有一个原种庭 没有别人 是吧 你别的小麦种子 什么什么种子 你怎么没培养出好东西 你不投入 才能培养出好东西 那得花钱吧 大豆怎么搞的 大豆的 这个从种植 到保护 到最后这个榨油啊 什么什么 那个公司 是吧 你这个政府都没有扶制 一扶制的人就说 这个要花钱 你现在不就是 有钱没出花吗 为什么不花呀 我就说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现在问题 不是有钱没出花 那为什么不花呀 所以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说物有资产好 我说物有资产好 都没东西 你随便翻翻 我这时候随便找 就看了 来来来来 大豆产业 不是说只有大豆产业 就类似的 咱们只要一期一期 发现无数 是不是 保证主要能处产品 全面自备 补贴中国种植大豆的农民 加入大豆的提供 咱们吃了一个大亏 就是咱们说是 这个大豆进口献核 开的口不太大 结果最后 看中国大豆几个为大 现在很多人在 特别政府局势 曾有关系的一些人 还在提起这个辩故 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是吧 人家也不能说领导 过去领导的坏方 那是十年前的事 就加入大陆提供 谈判了 是吧 请不得已 不得已这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既然现在我们需要 花钱补贴农民 我就代表中国东北农民 特别黑龙江的 我是辽宁的 我代表黑龙江的 邀请政府给予中国 豆农补贴 保护中国大豆产业 你这个财务不花吗 这个提高名声吗 你哪怕白给的钱 白给的钱才买东西 对不对 你现在不就是 刺激农民消费吗 你给的钱才不就消费了吗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的事吗 反正也是财商拿钱吗 最大就是白给了 白给了他买东西 只要他买东西 咱就扩大美需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先不给你讨论不关问题 总续求不足吗 补贴中国中生大豆农民 民族的大豆产业 民族对民族总业的自主研发 国产总的开发 推广进行补贴 其他之外 当然你看网上还有 水业 中国城市的水 对外资控制 什么什么业 很简单 他控制什么 我们把什么搞回来 没有投资 就通过说这些渠道 政府逛离败 这个 就是最后这句狠话 如果这些支出 还不足以使国内总需求 达到潜在产量 那就在现在有 大量外资企业的 国内生产行业 哪怕这个行业 已经有大量外资企业了 进行国有资金投资 进行重复建设 有人说是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好 为什么 把外国人撵出去 搞死他 我就是这么个狠话 哪怕是重复建设 也要把外资企业 从中国挤出去 现在就是 你有没有足够的资金 当然我们得算算 潜在产量啊 投资的资金多少 从不投资 也把它挤出去 特别是中国内销的东西 要中国自己生产 绝不能让外资控制 实际研究吧 哪些部分 缺资金 没有企业 咱组建国有企业 就把它挤出去 打出去 赶出去 对吧 你要把他思路想制 那怎么会地方没有花钱 我这钱花钱 真钱不够 咱还真没有那种 是吧 咱们会来个地方花钱呢 笑话 是吧 中国这么穷的国家 拥命叫上一个老化 我们发展这个国家 我们这么缺资金的国家 怎么会去出钱多余了 没出花呢 这不是笑话 就这么简单问吧 你军队是什么水平 你装备是什么水平 该不要花的钱 把它弄出去 是吧 跟美国来一增刀下 你现在敢不敢呢 不敢呢 那就投资 搞起来 是吧 就是这里我还没有提及什么呢 现在这就把铁工机 就是铁路公路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当然包括电力 这方面投资 为什么没提呢 这方面政府做的还是不错 他这次的扩张总需求啊 计划这都有啊 中国政府已经下距离这几方面大部分投资 所以不需要我们提了 但是我认为呢 其实我认为那几方面重要性 一点不比铁工机差 是吧 咱们应该把国内的资金 很好的科学的组织钱 运用钱 我们左派批评的经济政策上的许多问题 都和这个最基本的宏观经济问题 这个筹资政策 财政金融政策 有直接的问题 问题在什么呢 不是没有办法 而是新自由主义的思维 私有化 市场化 自由化思维 把办法给恰死了 其实董华人都知道 就美国政府 他也不是那么完全私有化 是完全市场化 他操控的东西多了 是吧 结果搞到我们现在 处在这个两难难局 我先来得讲到这